我們今年的第十三屆性權論壇 那按照網例 我們也是要公布一下 我們在 2014 年經過這一年 紛紛擾擾的狀況下 選書的十個新聞 那我先等一下 把新聞稍微唸一下 那我們陸陸續續資料 都會在網站上公布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也不用抄寫網路有所有的資源 但是今天在開場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一起來紀念兩位 我們很棒的性權鬥士 一位是 2014 年 11 月 15 號過世的費雷斯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位 transgender 跨性別的戰士 他跟台灣也有很深的脈絡 在 2000 年 5 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閱讀了他的 《藍吊石牆梯》這本小說 然後我們也就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在台灣 他的第一本作品《藍吊石牆梯》 在 2000 年 5 月的時候 謝謝 就已經出版了 出版社是勁爆出版社 大家都不知道嗎 出了我們這本書就倒了 然後馬上就絕版了 然後接下去我們就很努力希望 我們還可以讓他的論述 被更多人看見跟聽見 所以在 2001 年 我們又找了另外一個出版社 再度出版就是再版 《藍吊石牆梯》 就是這一本 但是很快的大家知道 這個出版社因為紅些原因也倒了 不是我們繼續再努力 那這中間的過程就是在這一版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況是 我們跟《藍吊石牆梯》其實是一直有聯繫的 順便更正一下網站上一個錯誤的訊息 有人說費雷斯2003年來台灣的時候 被我們取了一個費雷斯的名字 其實是在2000年之前 我們就幫他取了這個很棒的名字 確實在2003年的時候 中央大學邀請了費雷斯來台灣 然後他除了參加那個新書的發表 同時我們也跟台灣TG點員 和辦理很棒的霞光晚會 跟他一起共度了一個很有力量的晚上 我覺得也對於台灣的跨線社群 給了很多的能量吧 彼此認識彼此 2006年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我們又找到一個目前還沒倒的取版社 然後再度取版的《藍吊石牆梯》 同時在第二版跟第三版的裡面 都有費雷斯為台灣的中文讀者寫了一個讀者序 那這個大家有空也可以看 那費雷斯過世之後 我在網站上看到一個訊息 也許可以請中央老師們協助 就是他也希望他的著作 能夠在網路上被大家持續的看見 留下來 那我也知道中央性別很多書 都已經有電子檔 我覺得這樣的論述被大家看見 是很棒的事 所以也希望可以把他的中文的讀者序 我們就先放到網站上 還有一位也是性權鬥士 在今年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我要說哪一位 1月13號獲釋的施季青老師 這位性權鬥士留下很多很棒的很珍貴的名句 我稍微說幾句 世紀千他有個名言他說 有婚姻就有外遇 雜交是天性 一夫一妻是神話 這樣的語句到今天回味依然無窮 可能在今天的論壇裡也會被一些 年輕的作者拿出來再詮釋一下 那我們今年這兩個性權鬥士 我也想講一下他們兩個之間的關聯 他們年紀真的差不多大 而且最有趣的是 他們都在1993年寫下很重要的著作 蘭尿石牆梯是貝雷斯1993年寫的 而世紀千老師在1993年寫的那一本 《婚姻終結者》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有趣的巧合 也希望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好很快回到我們今天的論壇 因為時間非常的緊促 大家聽到我講話就知道 我們有這麼多位人要語談 還有兩位重量級的人要回應 然後語談人的時間我要強力的控制 大家不用急 如果沒聽清楚 全部都會全文上網 我們絕對要讓所有的資訊是公開的對話 我很快講一下我們今天可能會提到的一些 就是在2014年重要的一些事件 當然在我們前研究上的紙張裡有看到一些 所以我就很快地帶過 我們看到就是一個外遇不斷的年月 民人外遇不斷爆料 從彎彎外遇 九把刀劈腿 阿基斯讓摩鐵 以及潘世偉的丟關 這個都跟這些有關 這些論述我們也會把比較清楚的東西放在網站上 接下來就是我們看到幾個學運裡面 太陽花的那個水運裡面 太陽花女王劉喬安遭到釣魚社局被曝圓交 然後出來要向社會說明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還有另外一位水運英雄陳維廷自暴性騷擾 她參選17天就宣告退選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我們一直在聲援的台鐵公共信火車趴的這個主辦人 蔡玉玲先生 在去年台鐵在民事向她求償 說台鐵盈獄受損 然後這個民事案去年一審蔡玉玲敗訴 但是她馬上上訴 目前案子還沒結束 在二審上訴中 那我們也有一個網站 專門把台鐵公共信的事情在上面做說明 有興趣參與的朋友 也可以持續參與我們的持續的行動 還有跟艾滋相關的 大家知道在之前 那個馮信教師因為感染的部分 她一審是13年的刑責 這個對於艾滋防治條例裡面 對於感染者的刑責 我們認為是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那在去年二審確立還是13年 但是同時也增加另外一些案例 也跟感染條例有關 有感染者互告 就是兩部感染者 但是發生性行為 但是還是以那個條例來治罪 那這些新聞的部分 今天沒有來到現場的黃道明 中央大學黃道明 她有寫一篇專文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時間幫她 再講這個文章 也會在網路上讓大家看見她的論點 還有一個是等一下會告的 或者日日村的工作者梁子 今天也會提到的就是 在媒體上所動報導的新門町 有一個經濟大廈 有流音在那邊 然後好像大家覺得那個地方很可怕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造成了一個警方的 強力的所謂的查契 也讓這些所謂的底層性工作者的處境 是更加的艱辛 那這個事情也讓我們看見 性工作在社違法80條已經違憲之後 其實並沒有針對性工作 特別是底層的性工作 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還有一個也值得大家注意 我想現場也有朋友 猜你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兒少性交易 防治條例修法 那現在也希望把性交易 三個字取消 因為交易是對的 他們說要改善性剝削 但是這樣的詞句的改變其實也影響很大 也值得我們關注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個是跨性別相關 今天可能也會多多少少要談到 跨性別換證自由換證 這個已經在社會上看得很清楚 然後媒體也大幅報導 但是這個換證的推動 自由換證的推動 現在變成政府題的草案裡面 有一個非常嚴峻的諮詢委員會 也就是說過去可能對跨性朋友要換證 大概也就是自己可以去留一些協商的空間 以後就是全民一起來看跨性別能不能換證 那這個也是一個影響很大 那同時也有很多新聞看見 有一些所謂正義的市民 在檢舉 在生活裡面看到一些跨性別所做的 所謂不對的行為 那這個新聞太多 所以我就不一一列列講 但是這些跨性別空間 工作空間的衝突是層出不穷 也造成跨性別生活上很大的困擾 那當然還有一個是婚姻平權法案 那在性權的論壇裡面 好像也不能不提這一件事情 今天也有幾個年輕的朋友 會針對婚姻平權法案 目前從不家庭的角度來提出 對於婚姻平權法案的一些看法 好簡單的描述一下 這是我們可能在2014整個的新聞裡面 我們看見比較影響性權重大的事件 那今天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大家看到我們的發言單 我們就按照那個順序 我們就進行我們今天的論述 我們第一位卡維波 他其實是頭跟尾 所以先把牌在後面 我們就先請他發言 然後請大家 特別十分鐘差不多 可以結束你的發言 然後謝謝 卡維波 好 謝謝 我最多超一雅 我最後的發言會少一雅 林中村 是 我想要看 你剛剛講那個實際性文 露台另外一句名言 他說女性解放最終是性解放 是是是 對 我就開始我今天講話 我是談陳維廷這個事件開始 陳維廷這個性騷擾事件之後的輿論反應 我是用附帶戲來形容 意思就是說 不偶打不偶 雖然很熱鬧 但是其實是同一個人的左右手互打 左手的一方 所謂的護航方 不管是欲為側翼的護航 還是直接前進的護航 都一一被造腰現行 修辭華麗也無法招架 藍綠雙重標準的指控 因為呢 右手那一方痛誠性騷擾之害 一切不知凍透 這個受害者的道德高地 就沒有灰色的地帶 然而不論左手右手 雙方都遵奉性騷擾法律的權威 即使成名高調公民不服從 的充足 會挑戰中華民國的許多法律 也不會說性騷擾法是惡法 或者需要修法 這一套僅僅在十年多前 才成形的性騷擾說法 能夠成為常識 或者是雙方的共識 主要是由法律相關的實踐 還有各級的教育 來逐漸塑造集體的共識 成為政治正確的價值 使人們對於性騷擾 產生強烈的情感好物等等 今日左手打右手的過偶 人們呢 這些過偶們 自以為全打腳踢 但是卻受制於既定的性騷擾論述 完全沒有探討 探究這套性騷擾論述 本身是否合理 如何形成它的法律條文等等 2005的性騷擾立法 這是2005年有一個性騷擾的方式法 它既是性立法也是性別立法 而且不能孤立看待 必須把它跟兒少相關立法 讀書和影視分級的立法 有關原教的修法 艾滋的立法 還有強姦或侵害的法律修正條文 放在一起考察 因為我剛剛講的上述這些所有的性 或者性別立法 他們的時刻彼此都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在那幾年內一起推出來的 它的背後運轉的話語是一致的 這是幾年後我們常當時稱為良父女性主義的後果 也是台灣國家治理轉型的一個部分 從今天角度來看就是 道德進步主義跟這個 道德保守主義的合流 我們稱為新道德主義的治理 當然這個我所謂的保守跟進步 它只是個描述性 不是規範性 保守為理錯 進步為理對 但是重要的是我們要分清楚在這裡面 進步修辭下裡面 它的保守效果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河流裡面 一方面有類似西方激進女性主義的繁星話語 或者高級普世人權的進步主義 另外一方面呢 則是宗教保守富有團體的保護兒少話語 雙方合力推動了殊途同歸的性與性別立法 這個道德進步主義跟道德保主義 就是左右手的布袋希 這些立法的理論資源 都是來自西方現成的性騷擾理論 兒少理論等等 屬於全球治理下的法律移植 後來呢還肩負的台灣改善國際形象 被納入新自由主義的文明秩序的功能 這些性與性別的立法過程 總是在壟斷或者是黑箱中完成的 因為當時反對立件並未被納入考慮或審議 同時呢也往往是在道德恐慌所建構的 緊急例外狀況下的極端保護主義立法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極端保護主義的問題 由於同時有了法律移植的性格 所以法律反應的不是當時本地多數民眾的社會文化情境 而是充滿了這個西方文明教化的意味 在兒少立法方面更是從中產階級事業出發 對下層父母的親職實踐進行規訓與壓迫 這方面我也寫過一篇文章來探討 叫做《台灣兒俘法律與西方的child abuse的畫面》 而且原本是極端保護主義的保守立法 如今卻成為文明進步的標竿 不能違抗的政治正確 換句話說 今天許多年輕人為表現自己政治正確 進步前衛因而擁抱的法律和話語 其實是十幾年前保守立法與話語所塑造的 由於歷史記憶的遺忘 或者說道德保護主義進步主義的共治 使得保守派使用了進步的語言 進步快則進行保守的治理 在性騷擾立法方面 限於時間我只拍一個面向 就是立法納入了同性性騷擾 這其實是和當時性騷擾主流論述矛盾的 因為性騷擾被論述為性別歧視 性別不平等權利 但是同性性騷擾卻顯然無關性別歧視 所以這裡面是有蹊蹺的 這一點要看 其實要看1999年性侵害法律修正 之後納入同性性侵害一併考察 可以說這兩者其實是前後互相呼應的 但是更必須要理解的是 就是當時的社會脈絡 當時同性戀在台灣社會的接受度不高 出貴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也已經有一些同性戀興起的態勢 這個1999年性侵害法律修正的時候 它也同時改變和擴張了性的定義 像加入綱交 所以以前綱交並不是算在這裡面的 而這使得難來之間可以成立 變成了納入性侵害法律 在以前之前是猥褻不是性侵害 就是說不是沒有法可罰 但是它把它開始入罪化 就等於是更強的更嚴厲的法律 規範了這個男男 同時也加入了手指交口交等等 使得女女之間沒有陰莖插入的性行為 也可以構成性侵害 至今這個擴張的性定義 並不是民間所不見人的性侵害 例如在賣淫活動中 我們有半套跟全套的區分 有口活跟插入的區分等等 總之在那個時期 同性戀運動還沒有真正羽毛豐滿 還在尋求社會認可的脆弱階段 婦女團體等於是利用了 同性戀當時能處於弱勢 無法抗拒造假的情況下 讓這些法律被通過了 其中的恐紅因素昭然若揭 這種立法訴諸當一個簡單的思考 就是說性侵害性騷擾就是不對 不管是同性跟異性之間 然而 我不要講別的 在這個簡單思考中 原來正正有詞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 就是說性是性別歧視或性別暴力或權力的表現 性是性別化等等的 這一套說法 卻又在立法中不見 可見 反性恐性才是核心 恐紅即是恐性 太陽化運動後成為社會政治新聞 除了陳維廷的性騷擾以外 還有這個 劉強安的這個原交事件 我想指出的是原交剛出現的時候 在台灣並不是如今日的理解 這個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援助交際 剛到台灣之後 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對原交的理解 跟我們今天是不一樣的 大家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而且是透過後來恐性的罪犯化 才建構成我們現在一般人 所去到的原住交際 這意思 就我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原住交際在台灣 原交的台灣建構 也就是說 我們目前對原交的共識 理解和辛騷爾一樣 也是在1990年代末期 還有人在2000年初期 的一些特定的性立法 和性別立法形成的 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這些單一事件 或者在既有的話語結構下去討論 而需要同時挑戰這個共識 和它背後的假設 要明白這個共識形成的歷史 另外 在陳維廷、辛騷爾這件發言後 不管是護航派或者是反護航派 都假設陳維廷需要治療 性治療 需要輔導、諮商等等 這套治療的話語 不只是針對性騷擾 也針對許多性偏差行為 它是源起於性變態的病理化論述 然後擴展到其他的性偏差 由於這套論述只集中在心理的病理因素 而排除了社會環境和互動因素 因此五個點形成了所謂的慣泛的說法 因此很多這類東西 開始有所謂的慣泛說法 以上 這些極端保護主義理法和有爭議的講法 都被這次左右手雙方所接受 並且再次鞏固了十幾年來的 反性同性的話語結構與假設 這是這場布袋戲的真正效應 最近歷心基金會的機會 我們因為柯文哲不肯跳舞的事情 來發表評論 他使用的是庸俗化的女性主義論述 就是男性氣概暴力的觀點 男性壓抑自己的情緒與身體等等 好像不肯扑啊什麼 我說這是庸俗的 因為第一 把負權壓迫或者是男性暴力等等 歸屬於男性氣概或男性特質 而不是社會條件 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這種觀點 他無法想像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中 可以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性別氣質 包括傳統的男性氣質 照這種看法 性別平等社會只能存在著 陰性氣質或者是陰中性氣質 那這顯然是有爭議的 第二 這種男性壓抑自己的情緒 男人可以留以這樣的說法 其實跟好男人論述不可分 只是反映了某種異性戀女性的品味偏好 撇開這些負談 既會有使用這些女性主義話語 所透露的是 他現在力圖加入道德進步主義的陣營 表現開明進步 然而十多年前 他所率領的正是當時 道德保守派的新領導力量 環繞在他周圍的 都是政治與社會上 社會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推動了許多性與性別立法 今日 立心批評男性氣概 是因為他認為男性氣概 乃戰爭這種國家暴力的源頭 可是封刺的是 當年立心推動的極端保護主義嚴厲 立法 就是用國家暴力來做教化的後退 2001年 中央性別研究室網頁被複佑團體檢舉 說是鼓勵援交 但鼓勵援交就說 這是教所犯罪 就企圖入罪 還想把一些相關教師用刑法 抓起來 當時呢 還有這個同一個時代 二十八二十九條 則無論意圖或動機 只要貼出和圓交相似的字 也都可以直接入罪 其實這些都是 關乎國家暴力壓制言論自由的問題 而台灣在熱烈附和討論 我是查理問題的時候 卻從來不本土化地討論這些 這一類的言論自由問題 而是二十九條的國家暴力 摧毀了很多善良普通人的生命 他們的血淚精力和性騷擾受害者 其實互相上下 卻沒有辦法像性騷擾故事一樣 廣泛地在性貧教育或者公民教育中流傳 所以劉喬安的援交 我們也不能忘記這段援交在台灣 在我們在思考劉喬安援交事件的時候 我們不能忘記 這個援交在台灣被建構的歷史 所以看懂了今年的性騷擾和援交左右手附帶性 對於近年來的性立法性別立法 做進一步的百字檢討也應該是時候 謝謝大家 謝謝台灣多這一篇 也讓我們拉回在歷史的架構 歷史的脈絡之下 怎麼樣回看這些對於性騷擾建構的歷史 或接下去我們請王浩中 他要談的這篇很有趣 如果仔細看他的題目的話 他是在談攝影圈不能說的秘密 但是不能說是被化掉了 來我們請王浩中 大家好 十二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 請王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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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簡單說大家現場可能很多人應該看過前面報道 如果沒看過手機可以趕快查一下 這篇報導就是把焦點放在社民的後台 那一般美光燈可能會注意在社民的舞台啊 社民的口號啊 社民的訴求等等 當然他把它放到關注的焦點 放到社民參與者之間的情慾或愛慾的互動 但是呢 對我來說雖然主題很有趣 但是其實這個報導也不是格外優秀 一般我們常看到的主流媒體 常見的一些錯誤 他也沒有少犯 例如說雖然切入焦點不太一樣 但是他都把運動過程中啊 人際互動的這些東西 通通解釋為個人魅力而明明的 一般我們看到社民報導 常常會說社民為什麼成功 社民為什麼失敗 是來自於領導者 比如說被統治社民明星的人 他的主張 他的立場 他的魅力 他的人格特質等等 從這個方向來切入 那這篇報導雖然討論情慾 但是他也沒有比較複雜 他犯了一樣的問題 就是他就認為是一個學運領生的魅力 放閃 放閃之後明媚倒貼等等 所以其實是 雖然討論的焦點不一樣 但是是採取一致的解釋模式 所以我這裡要討論的對象 其實與其說是這篇報導 不如說是這篇報導 在社民圈裡面激起的反應 當時社民圈裡面 激起的反應大概主要有兩種 那某種典型反應大概是訴諸電動機 大家看了這個報導很生氣 覺得聯合網報紙會出這個報導 然後說這個記者抹黑 那因為特定的情慾很污名 比如說本來學運學生可能都很陽光正面形象 那忽然說他們其實都會 大家可以想像說其實原來私底下是被搞來搞去等等的 情慾很污名 所以報導社運跟情慾之間的關聯 就必然是抹黑社運 那這個印象再加上大家不太喜歡聯合網報 覺得聯合網報不支持社運 所以這個印象加在一起的話 就更最終確鑿了 那兩種意見我們可以大概比較細的區分出來 第一種是比較清楚的 就是暗示社運圈其實沒有這種狀況 我們看到太陽花女王被爆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也是這樣 或者是在那個還在佔領立院時期的時候 有一些也可能反社運或不反社運的媒體 去捕捉學運學生在一場內或一場外的一些情慾的互動等等 然後有一種反駁的說法就說沒有 學生才沒有 現場沒有這些狀況 那這種反駁的說法當然很清楚 它是去打壓運動再純淨化 那它實質上的結果其實會打壓運動中 因為確實存在 即便媒體在線的時候有它的解決的框架 但這些東西確實存在 那如果你要去否認它 你實際上就會去實質地回過頭 打壓運動中那些情慾 那另一方面呢 有點像我們今天座談文案上寫到的 這種否信的說法 它在運動中非常容易帶來反錯 因為你只要媒體證明 這個把你打回原形 把你的身上披露透 你本來透過否認自己跟情慾的關聯 換得了那個道德的制高點 馬上就被打回原形 就馬上墜落 這個說法在鄉民當中可能佔據不少比例 但我想今天現場各位可能不會踩這個位置 所以我不太多談 那我只提醒一點就是說 通常我們講說純淨啊 道德的運動主體的打造 它可以藉由直接邊緣化污名來完成 但是其實也不一定要如此 它可以較為迂迴的 通過把公共價值跟承認的比重 不成比例的分配於特定形象跟運動主體 比如說純潔的孩子 母性正直持守道德等等 神聖化特定的對象來對照萬職 透過神聖化某些人來對照 典疫另外一些人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說 無論是社命明星個人的造神 或者說社命整體在取得社會正當性的過程裡面 特定的性別政治跟性別政治的意識 其實已經滲入在裡面了 好 那 剛剛講說主要可以區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比較清楚直白的火星立場 第二種是對於性 對於性暴昧或者搖擺的態度 但是基本上他接受前面那個假設 就是聯合管道前面報道是反射率的 是抹黑射率的 所以通常這類的人 他會反向批評媒體的報道 說你幹嘛報道 幹嘛出發學生 會在議場中打炮出來摸來摸去呢 幹嘛沒事去抱這種東西呢 大型小怪嘛 然後說搞設定幹嘛不能打炮 當然可以啊 所以啊 就是會嘲諷這個媒體大型小怪等等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訊息當中 聯合管道也是這篇報導 打壓設立的這個印象 它可以成立的條件 就是情欲不可以公開談論 因為不可以公開談論 而你去談了 所以認為你是要打壓設立 如果不是唯一的話 它至少是主要的條件 所以如果沒有經過反思 不把情欲跟性的立場 談清楚 然後在這個事件當中 輕易接受 報導打壓設立的預設 其實是一種立場的曖昧 或者說他同時也支持了 設立中的情欲實踐 把設立中的情欲實踐 所謹暗鬼 回到不可以說的狀態 好 那剛好是年初跟年尾 年初的時候發生了這個 聯合卵報的這個報道的事情 那年尾就是陳維廷的事情 那後來我們就看到 有點像剛剛勞他講的 很多親近陳維廷的朋友 師長 用各種歪曲搶臉 或者社會科學 為他護航 開始大談性別等等 那也有人看到這個現象之後 就開始批評他的身邊團隊 說既然早知如此 怎會做事不管 甚至還會抗他參選 或者就是要泡沙等等 那但是呢 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種團報護航的狀況 其實不應該感到陌生的 只是說當對象具體在陳維廷一個人的時候 那就很清晰 但是如果抽象到聖定圈的時候 就很模糊 可是其實只要看看年初的事件 李萬奇的報道的確有可批評之處 但是他也確實難得的露出了一些 社會後台情緣互動的實景 而且他所採訪的對象 就是如果說報道呈現出某種偏見的話 那種偏見當然可以被解讀成是記者個人的偏見 當然他某種程度上 也是在線了他受訪者的一些真實的感受 所以可是當時的這些對問題的揭露 沒有辦法發展成對問題討論 反而是讓問題更封閉 也變成社令圈的團報取暖 以及對撰文記者的同仇敵看 那如果社令圈 廣泛的社令圈自己也會犯這樣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成為一件事件 沒有辦法帶出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公共性討論 不管是從內部到外部 基本上沒有能力討論這個事情 只能討論知不知實 退選與否等等這樣子 好 那剛剛前面講說聯合環報的報道 剛剛有他的問題 其實前面已經列舉一下的問題 包含太過個人化等等的 還有他其實裡面用的像擦槍走火啊 傑身自愛啊 都可以顯示出一些性政治的預設 但是呢 對於性權派來講 我們必須要評估這個訊息的生產 以及它的社會上的具體效應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訊息是全好或全壞 它一定可能在某些地方可以變好的閱讀 另一方面相反 所以如果我們要批判性的閱讀 他閱讀這個報導的話 也絕對不可能簡單跟上面兩種批評意見等同 那至少對我來說啊 當時收音圈普遍的對於這個報導 批評的這種態勢 對於批評提出再批判 以及指認出報導的正面成立 可能都比批評報導來的更重要 那這當然是因為我有一個性權的這個議程史 那今天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前面講護航 第二件事情講結盟 結盟跟我這裡要講的性權派的議程就有關係了 就是不同的團體跟個人 可能有著彼此最優先的議程順序排列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麼樣相互支持 結盟的倫理是什麼 那這裡要談的東西就是潘世偉的事件 潘世偉大家知道在去年七月的時候 因為劈腿的關係然後下台 那我先講我的結論 我的結論可能大家會有點意外 就是我認為既然要結盟 就必須要做自我的克制 那我的親身經驗是 在潘世偉其實這個事情爆發 在新聞上出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人在台灣 就在外地看到這個新聞 其實看得很生氣 那個生氣倒不是因為世界本身 而是因為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社民圈公民圈的朋友 普遍非常歡樂 甚至帶著一種幸災樂禍的氣氛 那這種因為劈腿而正門班下台 然後大家幸災樂禍的這種氣氛 其實我看的心裡不是很有滋味 但是第一時間我沒有跳出來發言 對於性權派的立場或性權的立場來講 我們當然反對劈腿跟下台的這個連結 因為這只是鞏固了性保守的道德氛圍 所以我的不是滋味 當然不是挺拍視為個人 而是因為我有了這個 縮動婚姻家庭結構的這個性政治的立場 那這個立場今天就不用多談了 那所謂的自我的克制是什麼呢 意思不是說我要忽略自己的感受 不是說我要壓抑我的不舒服 而是說在結盟的前提底下 是不是能夠同情或理解 其他人可能的情緒狀態 所以我後來在想 我的一種反球足跡 就是說我可不可以理解 在官場工人或者說官場抗爭 長期以來所累積的 對潘世偉的情緒之下 他當潘世偉下台的時候 他表現出想要 對潘世偉有非常多的憤怒和不滿 所以在他下台的時候 有一個慾望 會表現出快樂的情緒 這是不是值得獲得同情的理解 我想對我來說 至少今天回來來看 我覺得是 所以我的克制就展現在 對於這種渴望的同理 但是反過來說其實也成立 在結盟的前提底下 公民團體能不能理解 或者同理性權派的議程 並做出一些自我的克制 例如說你對潘世偉下台這個事情 你要發聲明的話 你絕對可以用一種 既不抵出自己公民議程 不抵出自己的表態 但用顧及生命結盟倫理的方式 發表聲明 而不是用一種粗糙的方式說 我好爽 然後你不爽 原來你不爽 你去死這樣 這就是不同的態度 有沒有那個自我的克制 好 但我前面說自我的克制 以及對方的克制 這個我這樣說 也不意味著是各大50大版 我要說的是 社民結盟 這個結盟也必須要認識到 社民之間本來就不是平等 有一些社會 會有一些議題的範疇 具有比較高的能見度 道德的正當性 動員的能力 有一些相對低的 換言之 抗爭者 或者知識分子在這裡 在結盟的過程中 必須要以政治介入 調控分配 不然的話就會是 弱勢的運動 永遠沒有辦法見光 永遠擺不上台面 永遠被視為是次要的 那在這裡當然不只是因為 今天是性權樂難 那我必須說 我認為性命 仍然是相對邊緣的運動 好比說今天如果是一個 搞公會的 公命投人 他或許可以毫不愧疚地 大方承認自己是一個 性保守的左派 在性上他非常保守 他沒有性的意識 彷彿性權的意識 是一個 成為一個左派的加分體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搞性命的人 同樣大方承認自己 毫無階級意識 他就會接受嗎 但恐怕就直接變右派了 那因此 所謂政治介入跟調控 恐怕也就意味著 在道德上相對優勢 相對具有發言權的運動 在結盟的前提底下 有義務進行自我的克制 好 從去年7月 潘世偉下台到今天 已經大概過了半年了 那最近 就是當時 我的那個對話的對象 全方臉最近因為在香港 那個潘世偉 當他們的評論人 很有趣 其實因為香港人不知道 潘世偉曾經當過這個勞工部部長 所以全方臉去講年金的事情 找潘世偉來評論 後來當然 潘世偉就被批個半死了 那 好 參加同場研討會 那現場全方臉就發布聲明 質疑他當官的時候 跟當學者的時候 知行不能合一 那 這個對於 對於潘世偉在 在這個勞工議題上面 這不是今天要講的主題 但是重點是 在全方臉的聲明上面 一定程度上我也注意到 在這個 在這個對他如何下台的評價上 他一定程度的修正了當時 對於外遇事件的說法 那大概的如此 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社會不該只去檢視 為官者有無婚外情 而應該去檢視他們執政時的 各種勞工或謬誤的政策等等 他的說法變得比較含蓄 變得是這樣子 那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我們的確不能夠 期待公民團體 把性命當成是首要議程 這反而就是不合理的期待 那反過來也同樣 同樣的道理 但是呢 社命結盟的倫理 在於至少能夠不互彩 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 互相提息 並且朝著對方的議程 把對方的議程 滲入自己的議程裡面 意思就是說 不管是公民還是性別 也就是說 我們偶然觸發的契機 可能不一樣 或者我們的觸發點 路徑不同 但是階級跟性別 最後都指向一個更大的普遍性 不是相互無關的獨立子題 那如果我們見到 也就是說 我說最近的這個 全反聯的聲明裡面 如果我們看到公民團體 從一開始 對於看視為外域事件的 某種暴走 跟沾沾自喜 隨著諸多內部外部批判 反省跟質疑過後 轉向如今更為千功保留的態度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值得我們帶著一些樂觀 也就是社命的內部看見 跟內部批判對話 其實還是有可能的 那希望這個經驗可以 讓未來前進的路上 能夠少繞一些意氣用事的 無謂的路 那也就是說 不用到了 不用繞一大圈 然後今天我們還要 才要回頭反省這件事情 希望這個經驗可以 未來 如果類似的事情再發生的話 可以有更好的這種 對話的 對話的空間 這樣 我們不是在等待掌聲 我只是感受到 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狀況 等一下對話再說 我們接下去 我們就先按照順序開始 我們接下去 這個方法會有雜音 他就對了 我們接下去 我們就來請這個 跨性別創意戰 陳維珍來談 他所謂的 顛倒跨性別人群小能 那前一句 空間動作我不好看 然後我這個 就是剛剛接我 剛剛講的就是 媒體打回原型 這個 我現在接下來了 就是這兩年 就是 跨性別犯證 就是 跨性別證據 就是連手術犯證 這些事情 但是 在這個時間同時 相對的 在這幾塊性別犯證的同時 同時其實今年 2014年其實發生了 一 發生了總共事情 而且是幾二連三的 一個空間衝突的 一些新聞事件 然後 每當這些新聞事件 襲來的時候 然後在我們 在我們南電子的社群裡面 就會呈現巨大的無力感 因為 這種空間衝突 它其實就是 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 在我們的下意識 在路上走的時候 下意識都會 下意識的自己 會迴避 跟他人物光 跟他人的身體接觸 甚怕被發現 被發現 就被當作是變態這樣子 然後這種 每當空間衝突新聞 上新聞的時候 整個跨境別社群 都會呈現在一種 極力的無力感當中 然後這種無力感 同時和 跨境別爭取 換證的權益 爭取跨境別 換證的權益 這兩個之間 其實會形成 一個很巨大的反差感 然後 其實最奇妙的 就是 其實有很多 有一些 同時在 同時在爭取 跨境別人權的朋友 他都會 私底下都會問我說 這種空間衝突 到底是要怎麼回應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真的 很想要 改善社會 對我們跨境別的觀感 但是面對我們這種 空間衝突的時候 我們要真的 找不到霸獎 所以我們 只好繼續的 喊人權 然後繼續的 性別友善廁所 跟性別平等教育 這就是我們 跨境別是很誠信 那 近年發生的 四集的地點 都是 地點是跟 麥當勞 跟 游泳池 跟 跟一間 跟台北市的 捷運的廁所 然後跟 高雄鳳山的停車場 那我今天時間關系 我就沒有辦法 一一的去講這些 故事的 就是這件事件的 社會活動的過程 但是從 事件出來的 社會活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其實我們台灣的社會 其實 這發現 並沒有 那麼的保守 就是 我認為台灣的社會 其實是一種 它並不是西方的權益 但是它其實是一種 前現代的台灣文化 是一種 相約的民眾仲裁者 然後其實 其實是整個 整個民眾周圍 會共同協力的 把衝突的事件 重新放回到和諧之中 所以等於是說 台灣整個社會 在中間衝突的時候 是整個社會 都會幫助你 和洩掉這樣子 但是 一方面 台灣的社會 其實對化系別 並沒有那麼 在衝突的負擔當中 其實並不是那麼惡意 但是 另一方面 我從小對照的來看 反而是 社會環運動的內部 會呈現在一種 一方面 一方面 我們實在是無法 無法去回應對的痛處 但是一方面 我們對外的 化系別人群 又 就呈現 就是漫天的非常大聲 然後 這個對比之間 會形成一種張力 然後 我今天想要重新把它稱之為 是一種 新正點化的 跨系別國家主義之排除邏輯 一方面 一方面 我們的跨系別 新的跨系別人群的演藝 他一方面 對外的 他一方面 三點一種第三部門 就是所謂的 超驗自我正成 超驗自我正成 代表跨系別的 一種非常不足的 一種MGO 然後包括使用畢視權媒體 使用媒體的 去單向的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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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什麼大眾的意識形態 跟政治力 社運 律師 學者跟 父團的姻親 然後包括使用一種 買辦的經濟邏輯 然後對歧視者 進行一種施壓 這個施壓 經常就是 把小雞雞 硬塞到別人嘴裡 不讓別人講 把人群的小雞雞 硬塞到別人嘴裡 不讓別人講話 但是同時另一方面 下一系的跨系別的運動者 他們同時又要對跨系別的內部 進行一種 打造新的跨系別的資格 並且對於 跨系別內部的雜質 進行一種自我的洗清 那最近比較流行的話 他是這樣講的 自我認討回女性的跨系女 是身份上最受壓迫的女性 然後跨系別都活不下去了 這樣子才是真正的 跨系別的生命經驗 然後 那些扮裝是可以隨時換脫下來的 然後包括犯罪和情慾 都是跨系別之外的 這個 剛剛說到 一方面是 跨系別的生命資格 是一種自我認同的女性 跨系女 然後是壓迫的對底層 然後跨系別都活不下去 這是真正的跨系別生命經驗 但是另一方面 像犯罪的朋友 他們是可以隨時換下來的 像犯罪的 像情慾德 這些類型就是 屬於跨系別之外的排除物 然後 他是要遭受到 嚴型的律法 嚴型的律法 像刑法 社會資訊維護法 甚至會有 甚至會有團體的運動律師 主動要 主動要挾說 要動用醫務律師 去警告這些 社群內部的敗類 甚至這些犯罪的人 必須要接受到 心理治療跟 跟藥物治療 這邊藥物治療 其實是真的 而且是真的大媽媽的 是寫在醫療期刊 和犯罪學期刊上面 我這邊只講 空天衝突的其中一個故事 其中最特別的故事是 今年九月在 台北捷運的南側 有一位朋友 他女裝走進去 他女裝走進去 換男裝走出來 他是為了要回家 因為他必須要換裝 才能夠回家 這個故事的特殊性 他其實挑戰會拿過了 一般我們對怕性別 在中間衝突的想像 好像就是 性別是一層不便 然後跟周圍都有衝突的 但這種犯罪的朋友 他們特殊的點就在於說 他們進去跟前後 他們進去跟出來 前後的性別表現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這種不一樣 他其實剛好挑戰了 國家管制人民的界線 用的簡單的比例來講 就很像是媒體警戒區 其實國家很害怕衝突 會不然假扮成公平記者 假扮成公平記者 假扮成公平記者之後 放回來衝突 抗抗議政 其實這不是很害怕人民 這樣 不然切來切去 同時班農的朋友 他們其實有很深刻的主意 他們竟沒有辦法回家換衣服 但是也沒有辦法在公共空間換衣服 最後只能到換掉野外的暗像中 人們還是很害怕被發現 因為只要被發現就會被報道 然後就會成為社群的老鼠屎 這就是我們跨性別一面爭取制度改革 但是一定又對於這種 因為空間衝突而破壞跨性別形象的 一種很深刻的空間無力感的教育 那我最後回到當前化性別 就是對於爭取制度改革的渴望 最近有很流行幾句話語 找不到工作所以你可以換證 你無法住宿車所以你可以換證 然後你廁所被歧視你可以換證 男警想要留床保你可以換證 其實這些東西其實像工作啊宿舍啊廁所或者是服裝飲用 這些這些像東西它都是發行別的議題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說我們這些議題把它全部收容到 你要去辨分你的身份你才能夠擁有這些基本的公民權益 這就是我們本目導致的地方 那我先簡短的給出兩個分析 第一個分析是 政見它成為一種看得見的制度壓迫 就是說的苦難都是因為政見 但是看不到的疑點因素 像說難對決的這種恐懼的這種文化因素 就馬上撇信就說那是文化的問題不讓我們的是 沒有人外動的白目 小雞雞在衣服裡平常不會看到 這個操作它其實就是把這種空間衝突性 重新去塞毀在公司的領域的惡分當中 但是其實這招其實在公共生活當中其實是幾不通的 第二個分析是其實長年來性少數的社群它其實對於制度改革會有一種幾點性的投車 就是我們很希望經濟有制度改革去改善跨性別的處境 但是一頂了 然後同時一方面 所謂友善跨性別的人士 他們其實這兩年來 我這幾個感覺 他們其實是有帶著的不負責任 簡單講就是有的話 支持換證就是支持跨性別 然後當所謂的友善人士去相信了這樣子的術語的時候 他們就其實省略了跨性別社群內部其實有很多的差異 差異的分爭和衝突 但是這些友善人士他們就完全不會來親自了解這群的複雜 等於就是成為團體拒受的災難跟幫兇 然後最後我的結論是 當所謂的人群它變成一種制度性的現成物 然後它變成一種目的跟手段的混淆的災難 造成一種粉末導致的時候 或許我們應該可以定導出來思考 只有回歸到那些空間充足更近 我們泡泡的那些答不出來的東西 才是運動真的有利的地方 謝謝 謝謝維珍其實我覺得還蠻清楚的分析 那我們就先讓旭寬接著維珍之後 然後旭寬今天不只是會談跨性別 他要談個很特別的東西叫性騷擾正義光環中的黑點 我們來期待高雄寬 性騷擾跟卡拉老師講的有點重疊 陳文廷性騷擾風波中 婦女新知發表聲明說性騷擾的根本問題是性別權利不對的 也就是陳昭如所說的女人在性關係和性的位階上是重屬的位置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說男人是性別優勢者 男人性騷擾女人的行為是藉由性來載至女人控制關係 反過來說女人是性別弱勢者在性關係上是重屬的位置 因此女性不可能性騷擾男性 我今天想分享我身為中學輔導老師的經驗 以及我身為女跨男的經驗來質疑上述女性主義的性騷擾人數 上個月一位體格高大健壮的男同學來找我聊心事 他說晚上晚自起的時候在走廊上碰到三個學姐 學姐們在討論要不要刮陰毛 胸罩要搬什麼顏色比較性感這種話題 大概講得有點大聲 男學生聽了覺得不舒服 覺得不被尊重 他說這種事情不應該在有其他人的公共場合裡面討論 讓我錯亂了一下我想說他不是男的嗎 他怎麼會怕聽這種話 我跟他聊了一下 知道他個性內向有點沒有自信 經常被同學取校體貌太多是紅毛猩猩 感情關係也常被同學拿來當八卦閒聊 你知道學生就很愛聊這些 因此覺得這種觸及隱私和尊嚴的行為 都應該要被規範 要不然性和身體的話題可以隨便講 隨便開玩笑是讓他招架不住的 這個例子可以讓大家思考一下 女性在性與性別的權力關係上是否必然為弱勢 我當然也認為避免當事人被媒體騷擾是對的 但是如果因此而不探究每一個性騷擾的細節 只是用性別權力不對等這種單一狹隘的觀點來打包性騷擾的複雜內涵 恐怕看不到真實的結構問題 所以我還是要講細節 上週一個班級上課的時候 後排的學生突然一陣騷動 有一個女學生突然把一個男生的褲子整個拉下來 連內褲都拉下來 男生趕快把褲子穿上去 這兩三秒鐘我在台上都可以看到男生的屁股 我想他周圍的人應該什麼都看見 身旁的女生們覺得很好笑很好玩 全班同學又轉頭然後驚哭 但是都是嬉笑不以為意 我有一點緊張 赤後的全班一臉嚴肅的問女學生為什麼脫男生的褲子 女學生說好玩啊開玩笑而已 我說你們知道這樣的行為會被看成是性騷擾嗎 班上其他同學就幫槍說不會啦 不是只要他願意就不是騷擾嗎 我問那你們也會這樣脫女生的褲子開玩笑嗎 班上同學就說我們知道分寸啊不會脫女生的褲子 那是性騷擾 但是我們都這麼熟了知道那個男生開得起這個玩笑 那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都這樣玩啊 又不是第一次 我表情依然很嚴肅的問被脫褲子的男生說 你真的願意被脫褲子嗎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嗎 其他幫槍的同學說 你趕快說不會啦 你趕快說不會啦 我又更嚴肅的斥責那個幫槍的同學說 不可以逼他說不在意 讓他自己講 搞不好他這個很在意 原本那位男生雖然有點不好意思 就被脫褲子的男生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也還可以跟大家一起嬉笑 但是被我這麼一說嚴肅的這樣一講一問 他臉上的表情逐漸僵硬 有點越來越羞難 好像有點想繼續跟同學開玩笑化解尷尬 但是又在嚴肅的氣氛當中不知所措盡聲不語 事後呢我反覆回想了這段過程 也覺得如果男生不以為意 那確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啊 也許我當時候假裝沒事轉移大家注意力的話 那個男生搞不好會舒服一點 但是身為一個有通報責任的老師 我又不放心 覺得男生被脫褲子應該是很不舒服的 因為我想到葉勇士被脫褲子 所以我假信他一定是在同學面前 不敢講一定有驚嚇和受創感 不過我從學生的表情和事後的談話當中發現 男學生好像真的覺得還好啦無所謂 看起來把學生拉到受害的位置上面去的 好像是我腦中對於脫褲子集體霸凌很嚴重 躲在牆角哭泣的某種特定的想像 另外班上的同學為什麼理所當然認為 脫女生褲子就一定是性騷擾 為什麼不像男生一樣 憑借每個人的個性啊熟悉程度啊 開不開得起這個玩笑來判斷呢 女生被襲胸摸屁股脫褲子 有沒有可能也覺得沒什麼 我搜尋網路上的資料 發現左右性騷擾的論述 很怕大眾對於女生被摸胸襲臀不理的意 例如他們很討厭人家說 哎呀人長的症才會被騷擾啊 他長成這樣被騷擾應該很開心吧 下次裙子不要穿那麼短一定又犯罪之類的 他們討厭這種話 因為他們認為這就是社會大眾輕哭的態度 和自以為是的幽默 才會讓被騷擾者無法伸張自己的身體之屬權 甚至造成二度及終身的心理創傷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男生不是也有類似的受害經驗嗎 就算是嚴重的強暴性侵 男生也有受害者啊 為什麼性騷擾性侵害的根源 是男對女的載至關心呢 我問了 這個問題其實在我腦中沒辦法理解 我就問了幾位已經動完手術 她的身材也呈現女性化的男便女的姐妹 男生便女他們已經變成女生了 問他們有沒有曾經被席胸和摸臀的經驗 會不會有受屈辱嚴重受傷的感覺 有人說還好耶 只會擔心女性化的外型吸引比較多的暴力 但是不會太恐懼 有人說被席胸摸臀好像沒什麼感覺 可能我不像一般女生這麼保護那兩顆奶吧 有人說還好耶 這種感覺受不上來 一方面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子亂摸人家 可是又覺得被摸有一種被肯定為女人的感覺 講到這裡大家應該會懷疑 也許是這些變性姐妹以前是男兒生 所以身體無感 不過也有一些姐妹回應說 逐漸女性化的打扮 有乳房之後被席胸摸臀的感受 跟以前不太一樣 有被侵犯有受入的羞恥感受 甚至還沒有開始扮裝 身材還是男性化 但聲稱自己有女性認同的姐妹 她就已經有女性的受害恐懼感 你看跨性別的身體感受差異這麼大 這麼多元 為什麼女人只有一種感受 那這個我就可以一邊對照 從我女變男的經驗來開始講解 我小時候處在萬華讀西門國小 每天要搭車走路 走那個西門町圓環的天橋上學 現在那個天橋已經拆掉了 我爸和西門町做生意 我幾乎每天都生活在龍蛇雜族的商業區 國小五年級有一天上學走在天橋上 感覺到有人摸我屁股 我加快腳步往前 就發現那個男的一直緊跟在我身後 又摸了五次 還叫我不要走那麼快 他摸不到 我手一揮轉身 大聲說 什麼 那個男的嚇一跳都跑走 當時我也嚇一跳 警覺到是不是有歹徒想對我怎麼樣 檢查一下口袋錢也沒有少 又看到那個人被我嚇跑 所以我也就當沒事一樣去上學 這是五年級的時候也是 六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老師把班上的女生集合起來談話 好像有一位女學生在路上遇到色狼被摸身體 其他班也有女生在路上會看到暴露狂 老師很慎重的告訴我們 女生要特別注意安全 遇到色狼很可能會被強暴很危險 會重創身心 我看到那位被騷擾的女同學低頭不斷流淚 同學們也都圍著安慰她 我不禁回想自己在天曉上的經歷 你好像真的很恐怖 我開始想像電視上被強姦的女人 一三不整流血戳氣的畫面 我開始想像男人與女人做愛的色情畫面 又想到自己的心慾被刺激而手贏的快感 又想像自己已經發育了身體 有一天也可能被男人壓在地上被摸被幹的感覺 同時也要開始聯想起媽媽 而提面命女孩子要注意安全 要穿胸罩不要只穿一件背心兩顆奶會被看到 在家不要只穿一件內褲跑來跑去之類的話 我越想心裡越沉重 我是不是也應該哭著報告老師 月經來了之後 讓我更意識到懷孕和墮胎的人生 國高中總會聽到有女生被罵跨馬戒女公車北港香爐 有的女同學 因為我在女生班長大 這的話很常聽 有的女同學裙子故意穿很短 交男朋友在輕輕握握的時候 我就會聽到背後有人恥笑她不要臉 自動送上門讓男人幹 我青少年的時候 確實覺得好女人不應該跟男人上床 被幹也不應該有很爽的感覺 真的 你們都沒有這樣想過嗎 我都有 衝突矛盾的事情不只有這些 女生的內褲如果不應該被看到 那為什麼還規定女生要穿內褲很容易被看到的裙子 這件事真的讓我一直講 女生的乳房如果不應該被看到 那為什麼女性內衣的領口都特別低 一彎腰就會被就漏男這樣 我的身體讓我注定成為這種可憐的羞恥的女兒嗎 大家不要覺得說 我變性一定是什麼 我靈魂裝錯身體啊 我認同自己是男的 很抱歉我十九歲以前 不知道我沒想過變性這件事情 我也沒有什麼靈魂裝錯身體的狀況 我厭惡自己的女體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來自於這種性羞恥感 女性身體就是沒有辦法像男生一樣自由伸展 不能自在談身體的感受和慾望 不能開性玩笑 我記得我小時候跟男生一起玩 就會亂講話 我就會說什麼 身體消消沒人家 我一再一想就被親友告狀 就說女孩子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這種不自由讓我年輕的生命失去熱情那色彩 我二十六歲 我二十六歲動了變性手術 平胸還摘除子宮管巢 說實話 最讓我感到解脫的其實是平胸手術 我終於可以不用背提醒要穿胸罩 終於可以抬頭起胸 不必為了遮掩兩點而脫背 但是我的身體 大家想像一下那個變性 我的身體並沒有因為腦中的認同 或身體改造或身分證的改變 就瞬間轉變我身體感受 比如說我必須要 我變成男了之後 我必須要去適應跟男性室友同居的身體界線 比如說他們會在這個 我面前就直接脫衣脫褲這樣換衣服 剛開始很不習慣這樣子 在男性的慣喜室裡面 或者是說浴室裡面 我會擔心我的表現會不會太怪異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我很奇怪 我要一直去想像 男生到底該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得去學你知道嗎 讓我最有感覺的一個經驗 是我有一個熱情的學姐 她在表達那個輕易的時候 會用雙手貼我的胸部或者是輕微這樣子 第一次被摸胸 我的確嚇了一跳 我的胸 我的胸與之前的乳房 只差一個是平的一個是隆起的 皮膚一模一樣 感覺還是很敏感 被摸的時候有點緊張 但是我不能一把把它揮開你知道嗎 但是我那時候也來不及思考 男生該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就認在那邊 你知道嗎 我的胸部從前是隱密的私處 突然變成可以被觸碰 而且 而且說實在的 被觸碰的感覺還不賴 你知道這需要時間 很多經驗來調適我的心境 好像只要沒有人在旁邊起哄 就真的沒什麼關係 你知道嗎 那種被碰身體 那種身體感覺的 慢慢學習轉換 好像確實沒什麼關係 我學習男性化的過程 需要學習一種普遍男性自在的身體感受 同樣男便女的姐妹 她們也需要學習那種 就是她們那個女性化的部分 有一部分就是要很敏感 要有受害感 身體不能隨便被碰 她們要做這樣的學習 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會受害啊 學習受害感 有最後一個例子 我有一位女變男的朋友 她還沒有變性 女跨男還沒有變性 還沒有動手術 她在職場上面是男性化的打扮 她的同事都知道她女性的身份 公司有物流的送貨員來送貨 但送貨員不知道 我這個朋友是女生 因為她外型非常男性化 有一次她們送貨員來送貨的時候 年輕人就玩鬧聊天 無意間就碰到了 一個男生就碰到了我們這個朋友的胸部 順時間送貨員就認住了 女胖男也認住了 同事也都認住了 氣氛非常凝重緊張 就有一位女同事就說 人家女孩子耶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要負責喔 順時間這位女胖男的痛苦到達最高點 當下她該如何表現 她就是說當下她應該如何表現 才能夠去對抗她的身體又 就是說 她又被推向一個性欲化的身體 和羞恥的情緒 性羞恥的情緒 她又該如何表現 才能夠化解尷尬的氣氛 又不傷害同事的和氣 她說當下如果沒有其他那些人在場 她就不會覺得被摸胸部有這麼嚴重 所以到底是性騷擾 到底性騷擾的受害感 真的是可惡的閒豬手所造成的嗎 還是我們的性別文化和情緒文化 早就鋪好了女性必然受害的基礎 這個是我想提出來的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她自己最後的結論 已經非常清楚 不要重複 但是我要提醒後面的朋友 一個時間的問題 請大家控制一下 前面有點鬆散 是我沒有掌握好 然後來兩位 接下來兩位 他們代表布家庭 所以他們會合獎 所以他們自己控制時間 麻煩謝謝 陳怡婷先嗎 再來過一過 我先 我們會交錯交錯的 我們今天代表 就是除了我本來 他還有個賴立方 但他今天就是沒有辦法來 然後他的部分 我等一下會幫他帶一點 然後就在開始之前 先跟大家簡介一下 顧家庭的這個組織是在幹嘛這樣 就是說2013年的時候 其實各式各樣關於婚姻 還有關於家庭的這個討論出現 然後這個討論也跟台灣其實醞釀很久的 這個多元成家的修法草案 在當時正式送入立法院有關係 那在同個時間點當然 就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反對多元成家的那個精神的 宗教團體也出現來 然後組織成聯盟集體現身 然後阻擋這個所謂可以挑戰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核心婚姻價值的 多元成家草案 那那個時候其實多元成家草案分為三套 那目前就是已經送入立法院的是三套之首的 同性婚姻又稱為婚姻平權這一套 那在其實在同治團體內部 對這個法案其實也有相當多不同的論編跟討論 那想像副家庭這個由一群寫手組成的這個集體 在這波論編當中 其實對於婚姻跟家庭的意識形態也提出了批評 然後這個批評的討論的脈絡 其實是在2013年的9月跟10月的這個期間 那當時就是說由那個婚姻的兩位編輯 就是主要就是我然後跟那個皓中 那當時就是由我們跟其他的作者群一起發起 然後邀請了這些作者 然後對於婚姻的這個議題 進行密集的討論在9月跟10月的時候 然後在幾次的會議討論之後 包含我們兩位兩位婚姻記者跟其他的作者 我們就是個別去生產了一系列的文章 然後是關於這個想像不家庭的這個主題 然後陸陸續勘載在苦老網上演 然後我們也在同年就是2013年的12月21號 舉辦一場座談會然後討論這個議題 那到目前為止苦老網的那個想像不家庭 是以一個專欄的形式 然後作者還是有定期的在勘載這些相關的文章 然後想像不家庭對於婚姻的批判 等等就是彥鑼會做詳細的說明 我在此就先不贅述 目前就是這個想像不家庭的組織當中 其實有30幾位成員 那各個成員的參與程度 其實按照個人情況是有所不同的這樣子 有的會密集的參與討論 有的就比較鬆散 那除了婚家議題之外 從2013年底到現在 我們持續的產出的批判文章 關注的議題其實還有就是跟那個兒少法 或者是說輿論中保護未成年者的這種意識形態 然後以及性騷擾及性侵害的創傷主體 那這個部分等等賴地方的報告裡面會談到 然後以及公共空間裡面的性治理 或者是說像台鐵火車性愛趴事件 打野炮性工作等等 多數性權議題都是我們關注的範圍 那前陣子就是剛剛大概有提到的 太陽花血與女王的那個劉喬安 疑似遭到媒體布局偷拍引發的原交鋒 破了這個事件 當時我們也以不家庭集體的名義 發布了一份聲明稿 那那份聲明稿就是也是我們討論之後 然後一起拽寫出來的 那透過直接了當的支持這個性勞動的方式 來聲援當事人 那這個部分後續我自己會再多多說明 那現在就是那個尤彥博來講 我可能要幫忙接近一段時間 所以我可能不會完全照著我的稿子講 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就請大家再上網看 那要強調的是就是 我的分析的基本架構 是我跟就一樣是教大社會所的網秀共同討論 然後有關同事運動的一些觀察 也是經過他的證據 那我今天比較簡單講 我今天要談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同婚的論述發展到今天 其實已經把婚姻家庭做為一種 同時具備特權和特責的 這兩種面向的體制 它本身就造就了許多不平等問題 被限縮的視為是同性不能結婚的問題 一個例子是 就是林夕她前陣子投書講述那個兩對 長年交往的同性愛女如何因為沒有結婚而喪失許多權益的故事 來支持多元成家 可是大家想一下就是 其實那個故事你把它帶換成異性伴侶 那個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說其實只要是不符合常態的婚家標準 就會遭受各種制度上面的排除 或是要承擔某一些特別的責任 那這件事情其實同婚的論述和過去那個婦孕在著力的婚姻改革論述 其實是有還蠻多衝突的 一個例子是現在很多同事會用他們願意承擔彼此的照顧責任 或者是養育子女比許多異性戀家庭還要更好或者至少一樣好 或者是家務勞動的在同性配偶之間的分配會更平等 來作為購格加入婚姻的理由 可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就是 當年女學會出版的那個女性國家照顧工作裡面 就甚至都還有一個基本公式是說 照顧工作和家務勞動是應該要社會化 而非由各界家庭承擔這樣的定長 那面對不斷被納入婚姻的這種渴望 我們也可以提起日前過世的實際情在走過婚姻裡面 強調我們應該朝向婚姻之外的可能 他是說對於勇敢而復冒險精神的女性而言 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無限寬廣 無限的寬廣和可能被拋出婚姻軌道的男女越來越多 拋開道德的角度不論 也許是兩性該給自己在婚姻情愛和性上重新定位的時候 那我剛剛上面講這個議題限縮就是整體的婚家改革被限縮在同婚問題上 其實也發生在統運 就是原本意圖處理各種同治問題的統運 就是現在同治議題常常被等同於同婚議題 譬如說向來是各個議題發生平台的統治大遊行 去年的主論述其實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為同婚而忽略對其他議題的關注 但是很重視的是這個以同治議題不只是同婚為號召的遊行 反而被國內外媒體以同婚大遊行呈現 或者是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有一些伴侶們或同學會也以支持同婚與否作為評判候選人是否同治友善的標準 卻忽略候選人的其他意見、政見或是發言也可能對同事團體造成衝擊 譬如說柯偉人在競選期間對於八道品業譽為腫瘤 或是表示要連帶掃蕩那個連作掃蕩毒品的這些發言 所以剛剛描述的是 剛剛描述的是同治和婚姻原本是兩個各自涉及廣泛面上也都需要改革的運動入境 但是兩條入境的交會並沒有擴大雙方的結盟 反而使兩個寬廣的陣地朝著交集的部分限縮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是其實這一種有交集的部分也各自在那運動領域裡面畫下某一些揭蓄 以婚姻制度為例 就是由Magic會表明說我們不要改變婚姻制度 只是要讓包容更多想要進入而且信守承諾的人 那他再次強調說就是婚姻就是要信守承諾 而且似乎也削弱了要改變婚姻制度的這一個立場 那再來就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就是 反對保守勢力提出的那個同性伴侶雙尾制 其實還蠻多人會批評的 那批評是說如果你另立一個和異性婚姻幾乎一樣的同性伴侶制度來保障同性權益 那你反而是在確立說婚姻只屬於異性配偶 那延續這一種批評的邏輯 我們去看多月成這樣三個法案 你也可以發現說他其實也是在重新確立婚姻的定義 必須而且就是可以 而且必須要從異性單偶擴張成同性單偶 可是如果你是異性多偶呢 或者是你是同性的兄弟或者是同性自由其他的關係 就不能被稱之為婚姻 你要被稱作伴侶或者是家屬 所以你要走伴侶制度或家屬制度 所以正如同雙尾制度的主張 是在削弱同性配偶對異性婚家的想像的衝擊 其實這超多元實價的三個法案設計 本身也是在削弱對婚姻的衝擊 因為他另開某一些身份來納入 或是疏導原本那個婚姻的某一些矛盾和多樣性 那同樣的機制也發生在 就是過去很多人致力在HIV議題 或者是藥議題的統治運動 有一些支持者 同婚的支持者 會跟感染者或用藥切割 主張說我是同治公益 我不用藥 或者是他不歧視 但是他說自己不歧視 但是這不是同治特有的問題 就是說一心理也可能有感染者或是用藥 所以不應該被放在同治運動的脈絡 可是所有的統治都必須要爭取婚權 因為就算你不結婚 你也要爭取結婚與否的這個選擇權 這也就是說 其實同治本來就被內建了一個結婚權這樣的事情 都畫出了這樣一個界限 就界定了一個同治公民的範圍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性權運動當前的課題就是 如何在只看見同治和婚姻的交集 這個運動情勢當中 看見這兩者連擊的可能 重新召喚被忽視的廣大群體 在同治議題中 怎麼樣延續過去拓展性實踐的可能 解放各種性壓迫的來時路 那在婚家的議題上 持續和所有不適、抗拒 甚至想要破壞跟終結婚家的人站在一起 好,那請 我還有十分鐘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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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好,快快快 好,我現在先那個 帶念那個賴立方的部分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也就沒有全部念他的這個文章 大家可以就在上網看 我直接從他在這個文章裡面提到一個例子 開始講好了 他說就是說 我去年在學校當組長的時候 曾經請一個酷爾同志去講性別平等 然後集中在挑戰這個所謂的性貧通報系統 那學校裡一位 觀察敏銳老師聽完演講之後 私底下跑來問我說 性貧法講的好像都是男女之間的性關係 那同志在這個性貧法當中要如何被解釋 那我猜這位老師焦慮的是 遇到同志的性問題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通報 我的回答就指出 性貧法所規定的通報準則裡面強調 疑似這兩個字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換句話說性別平等已經假設了 非婚家的性互動都是可疑的 加上同志師生的性互動或性行為 在校園裡本來就不容易被正當理解 同時也容易在情感上造成他人有被冒犯 被騷擾或者被侵害的感受 以至於在階級跟性別身分或者是到的情感上 與性平婚家不相合的這些師生 現在都面臨了被通報的可能性 那我不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方會是 讓同志結婚吧 以我的觀察看來進步的運動主張像是性別平等 一旦進入國家系統掌握權力之後 都會致力於檢查行政效率是否快速 通報系統末端有沒有這個有效的回報 反而只是加強一種末端監控而已 對這套系統有意見的也不見得只有我 還有譬如說在系統當中會被批評為思想保守的 這些教職前輩們 他們其實也會默默的緬懷過去通報沒有那麼嚴格的時候 有些事情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聽到這種保守前輩的這句話時還會暗姿窃息 希望學校在性這件事情上頭跟過去一樣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 可是現在有一些思想比較進步的老師 反而是這個系統的擁護者 他們會積極設法讓老師們去區辨什麼叫做異性戀 什麼叫做同性戀 什麼叫做多元性戀 這種老師才比較可怕 因為他們除了管異性戀學生是否發生混亂的 也會自以為敏銳地去觀察同志學生是否也發生了婚外性 所以台中大遊行的這個主張叫做異同慰愛站出來 在嚴密的監控系統末端轉化成為異同通報 異性戀的異同性戀的同 所以我認為同志能不能結婚哪是什麼重點 真正該處理的問題是婚家的正當性 我們的社會認為單偶婚家的性才是正當 所以當其他非單偶婚家的才會被攻擊 那也是這種單偶婚家 使得校園同志時辰面臨被通報的危機 然後使這個統治成為了罪犯 然後他有在這個部分 除了他的這個開化系統的分析之外 他還有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說2014年算是蠻精彩的一年 性污名的運動在社運明星的身上引爆 反映的或許真是台灣幾個主要的社會運動 沒有深刻批判過自身的婚家立場 也沒有在各項社運內部處理性污名的問題 以至於運動者必要時 也可方便地借著證賀的性仇聞 來解一解長久以來受到官方詮釋打壓的鬱悶 鬱悶 然後他就說賴立方說到 既然今天吳永毅來了 我也蠻想聽聽吳永毅怎麼看在性污名 在運動裡產生的作用力或者反作用力 在吳永毅的這個運動位置來說 他會如何應對線下這個 與婚家脫不了關係的性污名問題 那麼讀過吳永毅的這個左宮二流之一書 對裡面描述的革命伴侶也有興趣 想了解當年是在什麼樣的時空條件限制下 需以革命伴侶的方式搞運動 當然就我現在的位置來看 我會認為革命伴侶的提法頗危險 容易落入像是同志婚姻的主張 然後被綁死在性別名等的婚家國裡頭 那這個以上是這個賴立方的報告 那接下來我就還有那個我自己的報告部分 我很簡短的把它帶過 那這個報告的部分 其實就是主要是針對劉橋岸事件的 剛所我們提出的一個集體聲明稿 那其實在這個事件一爆發之後 大家應該對這個事件有所理解 我就不再重提 他就是被媒體就是側錄說 他在這個與一個看似男客的男子溝通架 然後他也在當中有一些具體的寒假內容 說我在台灣7萬我出國10萬這些 然後因此這些內容被媒體用圓交來炒作 說是那個這個新聞的爆點這樣子 那復家庭在這個事件之後 其實我們就很密集的討論 然後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我們的立場其實是認為說 劉橋岸事件不應該只談身體自主 或者是性自主然後不去談性交易 例如當時在婦女心知發布了一個 這個針對這個事件發布的一個新聞稿 或者說他們的聲明當中就採取了這個 這表達捍衛女性身體自主的發言策略 迴避掉當一個女性身體自主的時候 是不是等同於她可以用這個自主的身體 進行性交易的這個問題 那也就是說我們是否同樣捍衛她的 捍衛她的身體自主的時候 我們是否同樣捍衛她的性交易自主的這個提問 而相對於薪資婦女心知的這個 不提性交易的這個策略 當時還有另外一個發言就是 學運學生會養他則在直接問到一個關鍵要點 就是說在沒有人受脅迫的情況下 原教這件事本身不應該被妖魔化或者污名化 那我們認為說面對性交易議題 其實應該直接面對性工作者承受的污名 讓性工作可以得到平凡與解放 也就是說至少得到跟其他職業一視同仁的地位 同時也必須認識到除了污名化性工作 並加以打伐的這種顯而易見的保守陣營外 例如說像蘋果的那個報導下面 就會有取肉香檳就是會在下面說 這個什麼原教有問題等等 這種顯而易見的保守陣營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是呼喊著捍衛身體自主權的表面友善的勢力 這個也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這種勢力在女性主義的論述底下 其實會把性工作看成是父權結構下 女性受壓迫的一種社會產物 並且性工作者在這種的話語底下 能成為受惡於結構的個體 也就是說人會做出這種 在這種論述之下 人會做出這種所謂下海的選擇 變成了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我們只能去檢視社會結構出了什麼問題 讓女人必須下海 但是我們卻不去談論這個工作的勞動狀況 所以在這樣子的辯論過程裡面 還有另外一種更常見的論述策略是 把這些跟性實踐或者跟性勞動相關的公共議題 全都扁明化地塞回 性是一種個人隱私的保護三體下 然後就把它收攏在這裡面 不去做公共的討論 我們認為劉超安不管是不是公眾人物 或者他只是一般的一個普通的人民 都跟所有其他人一樣有從事性工作的權利 而任何一個性工作者 因為他的工作性質被媒體設局而二一曝光 並遭到輿論譴責時 性協見別運動陣營都應該毫無避諱地肯認 並且支持性工作者 否則性工作目前遭到這種道德打壓的狀況 以及連帶而來的這些職業污名 都會因為主流女性主義 羞怯於清晰的支持性勞動 並且倡議各種色情在線與實踐的儲罪化主張 而更被加強 所以說這種自主在談自主的時候 那個自主其實好像是說這個人可以自主決定 這個標的物是不是他想要的 可是其實在各種論述當中 主體的自主權其實是被決定的 比如說未成年的性自主 未成年的性自主我們就認為說他只能說不 而不能說要 同樣我們也應該要去追問 以性自主為名來聲援劉喬安 並且草拔媒體的這個婦女團體 對他們而言 女人到底有沒有從事性工作的性自主 這個問題是必須要被問出來的 然後劉喬安其實在這個事件之後 他的臉書也貼文對外求援 他其實面臨的這個輿論壓力 多數就是來自於人們對於性交易 也就是對於原交的污名想像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還繞過性工作 只談性自主或者只談身體自主 是不是太過便宜審視 還有可能去加強了非買賣 非買賣的性自主 是高過於性工作的這種性的未接性 就以上是那個 不家庭對於劉喬安事件發言的一些整理 謝謝 謝謝兩位的合作為幫我們帶來 不家庭對於幾個議題的立場 好 接下去我們還有三位 麻煩接下去可以稍微控制一下時間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請洪玲要談的是 泰 呃 您自己談好了 洪玲 謝謝 大家好 我題目難道就是主持人也拒絕念 真是一個蠻拒絕勝次 這個題目叫做 從太陽化化去談台灣性 協別的心心接續 那我的畫總是理論化的那個 風靈產生氣根本不足以道理外 麻煩去修正一下 然後第一個部分的交談就是說 其實整個太陽化我把它當作是一個 磨本 一個框架 一個 一些很複雜的 就是pattern在裡面 那其實不僅充滿各種性與性別的政治 我會把它全視為運動自身就是 一種就是一種性 就是所謂的性趨力 就運動自身是一個性趨力的展演 你不需要在裡面就是做愛 幹對方被幹什麼的 才叫做是性 這整場運動就是 可是他就以一種遮蔽的方式 被講成是一個就是 剛才說過了性否定 可是他充滿了性 比如說那個性接下來的分析就是 是讓我在這就是一年來 屢屢被稱為叫天朝左派的一些分析 就是我會有其實它是兩種趨力 一個是我稱為就是一個叫做 比如講把代仗的那個狂歡趨力 就是過剩的 可是這個過剩很可惜 被追劇到的某一個方向 其實是國族 也就是說 充滿一種台灣國這個神壇 被建構的這個狂歡趨力的性 是對的正確的 裡面其實可能是 國有沒有實質上用體的性 總是被慶賀的 那另外一種性 總是就是還是回到那個 靖靖靈界講 就是死亡趨力 也就是that's right 嗯 這種day drive 其實是裡面其實也屬於在話語 或是動作 或是表態所看出來的那種 而且是一種歐吉式的死亡 也就是支那見處 荒蟲畜生滾 所有的非我族 不竟然是一個選統上的 或者是認同上的中國人 就是那個所有的非我族 我認為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並爭化的 一種台灣國 一種民族式的血腥的慶典 也就是想 想做的其實看似是容納或是 我們現在看太多叫多元 就多元化 可是這個多元化的那個主體的 部署的我 其實是藉著距離所謂的異己 也就是絕對是保護我自己在內 不願意成為或不合格的非國台灣人 來支撐以及強化立法院裡面的那個 龐若國家的機器 那個機器本身是一個神壇 它充滿了狂歡的死亡的性趨力 那個這個裡面的運動 從三一八到現在 它的alternet 它的後續都是性政治 就是沒有在那裡佛認我們沒有性 不是那個作愛的性的 可是它裡面出版的性 而且是更是這樣 需要被拿出來批判的性 的各式各樣的方式 那其實很簡單來講 如果這個作愛來講 哪些是合格的 至少需要自我承認 自我告解為台灣人我 的這些才叫做是合格的 就是性別順分嗎 你想想看任何一個就是在正點的 性別如果說哪來的一個 那個梁家婦女啊 我是中國人在那個時候也怎麼樣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是各樣的 就是我們稱之為gender central 這種identity 在三一八之後 又以什麼樣的型態 就是化身為這個 目前我們總是不斷的聲稱 多元進負了這種台灣人的命題 這個台灣人的命題其實就是說 很多性別的接續是被改型的 我隨便簡單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那我自己很年輕 就是大家都就會覺得小酷兒很可愛的那種 二十年前的時候 不但小酷兒很可愛 可能關於異性戀女性的成分 比如說自主的單身的女性 其實那個時候是比較被稱頌的 但是目前最近我注意到一個點 大家其實在一個太陽花或太陽花後續 的這種範序當中大家最稱讚的是什麼 韓國的女神 那最好的同時是一個毫母精 比如說通常其實是產生出了 學運領袖的好母親 或者是某一種第二代 就是比如說其實是共產黨的 是無產階級的一個 可能也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 如羊迴的第二代 但是卻成為一個新的 可能目前台灣性別秩序當中 最高位的一個好的女人 好的母親 好的孫女 這個種種的好 種種的好台灣人 或括號好台灣女人的這種強制性 其實會來決定就是 即使是在台灣國內 注意我沒有在講台灣國外 台灣國內 也有各式各樣的性別 以及性的結局 它其實跟二十年前其實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線索 當然不會是說 只是短短的不到一年當中就形成了 就是我們其實要談 當然不會只是談 就是一個單一的時間 或者是剛才卡文 補了一些脈絡 所以我就不會就是多講 從性騷擾的那個面向 但是接下來我要講的是說 就是就三一八到現在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事件 都在這十大行為的當中 即我所認為的一種公民接續 這種公民接續 其實在這幾年來有很多線索 那三一八可能是被稱為 我自己把它就是論述化為一個 短暫而虛妄的 其實像是假的 但是卻好像被視為勝利的戰爭 這個戰爭其實沒有帶來任何後果 可是卻激化了一種往往的威脅 那個往往威脅從一種本來是潛伏的 現在其實是任何不自詡是一個自己的什麼 自己怎麼樣 那個自己不斷被強大的帶出來說 這個自己我覺得我還是會回到我族 比如說很多不合格酒 那舉例來講 剛才寫那個自己可能也是內部的趴著 不是說你只要是台灣人就沒事了 一樣是台灣人的劉喬安 他可能是當太陽花女神 是一個就是趁餐時開了兩顆 客戶的太陽花女神的那個時候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版本 可是伊文他一樣是一個台灣國的成員之一 當他從女神若為被鄉民所績笑的神女的時候 那個清新秩序就開始來產生他內部的凡事了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早就有線索 但是我認為是在一把之后特別突顯的 所以今天上來要談的幾個例子 一個是那個就是有幾組三一八相關的 就是我認為我把它叫做是性別跟情慾的治理 首先是范雲他在裡面有大發飆 就大家知道除了太陽花之外 還有大長華人才嘛 所以就在大長華當中 就是范雲他已經忍了三個星期了吧 就是最後那幾天 就大發飆說 不准男的說幹你娘 只有女的可以幹你娘 男的全部都有幹你杯 這個時候其實我真想問如果派男的大姐 我也不覺得我是女的 你要我幹我娘還是幹我杯 就是這種奇妙的東西 而且大家會真的這麼語意確實的 就是說語意跟字意都一樣的 就是你們其實覺得那個命名跟他的字 是一模一樣一致 他真的鼓動女兒去幹他的娘 男兒去幹他的杯嗎 真的是在鼓動同性情慾與跨代情慾嗎 因為有人這樣宣稱啊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事情 但是其實如果說 依照我自己的某一個研究 其實我第一專長有很多可幻小說研究 我們來回到一個很古早的文本 在1915年出版的就是一個 其實美國百種女性主義作家 Gilman Herland 翻譯從他鄉 然後裡面其實有一個女人國 就是全部都是生靈女性 可是很可惜就是女同性戀如我們 也是沒有什麼好在裡面可以爽的 他是一個沒有king的國度 那其實每一個女兒都是只有母親生出來的 也許那個生也不竟然是子宮的生 可是我認為其實這種318之後的 野百合式的領袖 就是上一代領袖主要想要傳承給下來 那種既有台灣國的這種 這種新的女性主義國 女兒來看女兒講其實還蠻像是說 其實是一個去性化的就是說 女兒就配給你的媽 男兒就配給你的爸 就是重新部署了一種 男女有別的性別規範性 就是說你已經到了甚至 女的想要幹自己的爸都不可以的地步了 也就是說其實他絕對是 不是在鼓勵情侶的 是任何情侶都不可以被選取 但是其實是非常厭惡反感 彷彿是說臉口上講一句 幹對方彿彿生理性別相反的那個 那個可能是尊親但都不被允許的地步 那為什麼這樣的女性主義是發展成這樣 我覺得有很多就是這20年來的很多證後 這些證後其實當然我們在內都參與其中 以及幾乎試圖做很多批判的我們 可能也還是得說自己可能是批判不夠 所以會造成這樣奇妙的現狀 那我覺得其實范雲這種模式很傾訴 我會把他定義我就是 將台灣國的男女重新編整 回到南京有比 而且其實就是性別隔離 不會是生理也是性別 而且Gender跟生理性別也是配合的 所以就是一種雙重性別的隔離 那剛才就是在劉喬安當中 就是整個顧家庭經 就是論述很多 而且也都是就是我非常贊成的 所以我其實在劉喬安不想要把它就是當成一個 劉喬安是把太陽花當中的劉喬安 都稱為太陽花律王 以及就是被那位中天的就是乾哥所稱頌的那個美女的形象 以及另外一個美女通常稱呼叫做黑衣薄紗女 或者女女因為她有姓呂 反正我們其實不知道她的名字 聽說每次講黑衣薄紗就誤化 可是沒有她的名字 最主要叫她黑衣薄紗姓呂的女子 那其實這兩位女子和一位單偶的號稱是 就是已經確確實實是未婚夫妻的這一族人馬 就是他們其實有一個美女跟一個單偶的 一男一女就是合理來告中天 就是名嘴唐華幹以及中天電視台 就是說這個事件其實第二個 我會把它稱之為就是 當然我不會只稱只有婦女薪資這個團體 但是我認為現在有蠻多台灣的MGO 也許是在號稱做整體的女性 或者女性主義的團體 實際上是在培訓一種新的好的台灣的良好女子的 這樣的一個後備軍 那這樣的後備軍當然可以是自主的 當然是empower的 可是當然其實也可能不被允許是賣自己的信 所以劉強安事後再怎麼樣 也只能被視為一個擁有隱私權的公民 而不可能是一個坦然說怎樣 老娘就是要賣而被婦女薪資所支持 所以說這個不被支持也可以看得出就是說 蠻多現在比較主流的檯面上的MGO 你覺得還是比較強大的就是婦女薪資 就是說婦女薪資跟就是這個台灣狗的共構與互生 是一個非常很奇妙的就是他接續了可能早在二十世紀末期 薪資早就產生了那個時候 那個是在他們自己的戲牆內鬥 那個時候性政治也很明顯的發展出來就是說 你要如何去接軌到一個正確的 接下二十一世紀的那八年就叫做綠的陣營 陳水扁的陣營當中 那個好的乾淨的性的主題 然後中產階級的婦女是如何踢掉就是 其實都是女人可是某些姐妹對她們 對這些女人來講看似好像不太是姐妹的樣子 所以說在這個三一八以及後續 我們也看到蠻多就是親知還蠻重演的 上一代既有的風貌啊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就是我也覺得有點迷惑 那最後的一個就是公式是 當時有很多都在裡面想要搶賣、搶發聲的 就是一樣都是我們稱之為好像跟性別相關的政客 比如說失明的陳家軍的人 其實他就變成一種就是我的話就很不好聽 就是我把他們叫做是一個新的國度買方 那這個新的國度買方又跨到最近最強大的事件 就是跨性別的事件 所以說陳家軍 這位被稱之為叫同志與神的陳家軍 他其實就成為兩手附帶心模式的那個 我把他叫做跨性別的裸命政治啊 就是跨性別的命實在來都只能是命 就一旦陳家軍這位女神一神命下 這些命完完全就翻轉了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現象 就是說你其實是充分合作一種白手套模式 而且其實是一種偷人 就是那個買方的偷人模式 而且當然一定要有 甘願就範以及充分合作的跨性別主題 那在這個當中 在場的兩位就是韋政跟須潘本來就是兩個組織的 就是算是蠻代表的人物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想見 是哪一個組織如此跟陳家軍合作 而且還共共互生出了這樣的一個就是 很奇妙的一個目前最新模式的一個 就是結果了在地台灣公民權 然後律裡用就是 其實我覺得是剝削性的使用的一個第一世界範本 而且也第一世界範本都不這樣談 跟這樣去談兩公約等等的這種第一世界貴詹 所以打造的最新的一個就是 講一下英文好了 就是Taiwan Nationalism的Metron 為什麼叫Metron呢? 其實我覺得它只有一種奶媽 又有一種母系的治理者的那種風味 就是說你好像其實你也已經在跟這個國家共治了 但是自己通常不承認 其實通常現在就是這些中產女 姑且成為女性主義組織還是會很失落 所以我說好像性別是最不重要的 性別在什麼國主當中總是被消音 可是我倒覺得很奇妙就是 這些中產女性主義者滿常都是自我消音 就是大家其實可以參考一下就是 到苦而往看一下陳怡婷的這一件就是 拒絕當首家莫皇的太陽花後面 裡面有很多就是展現情欲的主題 那其實那個不受歡迎的通常其實就是非台灣國 可以被肯認被納入的 比如說偉中太后 比如說馬英九 馬英九當然其實笑她很近一點 那種笑的程度 其實就是要看就是粗暴的把所有的玫瑰少 你必去死的那種言語是差不多 可是大家都覺得毫無愧疚 就是真是一個滿奇妙的性 就是因為馬英九太不是台灣國可以被允許 好像這個時候人權這兩個是就不存在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而且即使要論 如果即使是一個太觸間的女性主義 都會應該要聽點東西 我就覺得這裡面的現象很有趣 裡面的這個太陽化辦事當中 通常只有符合生理男異性戀表面維持單柔 表面維持單柔 而且其實要堅決就是 就是說台灣人獨立 這些小小全部全部加在一起 你才可以被當作是 可以好好的罵幹 大家都歡迎 需要任何條件其實你都不可能 就是幹 幹領培幹幹領埋 不論是領培或領埋都不會被歡迎的 那其實因為就已經被提醒時間了 我就講一件事就是太陽花女王跟第一博山女 他其實這樣被符合幹就是說嘴 坦白說比他程度更嚴重的說嘴 我品見女人的時候也是不在話下吧 那可是符合幹其實當然 因為他也就是整個被這個台灣國族系統所排除 所以婦女心之要很好幹 跟就是整個中天這個這個系統 要賠償兩千三百多萬 就是這個這個狀子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找 反正應該照說都應該要公開才對 就是說以這個單歲的正妹跟一個就是單柔的 而且強調對方已經懷胎九月的這個單柔夫妻 就是像就是一個名嘴和一個電視台索取 為什麼這個數字兩千三百多萬 就是兩千三百多萬台灣人民 也在場的你與我每個人都被當作一塊錢的化身 那這是由我稱為就是一塊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 女性主義把自己賤價販賣化為每一個人頭都均等為 要為他們支付一塊錢的這種已經稱得上很奇妙的 新興國族性別接續的這個倫理 所以在此其實是要最後半分鐘 我會講的是說 其實有一個目前其實反習洋主義的講法是 Not in my net 不要用我的名義 我好歹平日生活在台灣的人民 我不承認自己台灣是一個國 我也不叫我自己是國民 但是我生活在台灣 我是希望你不分 你這兩千三百多萬當中 減掉我的一塊錢 這可能是一個新的 我稱之為就是所謂的 可能有階級視野的酷惡政治 可以開始干涉 可以不要再讓這麼便宜的女性主義 再一次就是不斷的盛效成上 而且取得所有的發源權的起點 而且我會繼續不斷的不以餘力的干涉 所以這是一個反應壞錢的倫理 不要用我的名字 我拒絕付出那一塊錢 反應壞錢倫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 不好意思 剛剛打斷你 那李良子要用PPG 會不會麻煩我們幫忙設一下 對我們接下來就是請日春 他們現在有個萬華辦公室的工作者 李良子跟我們談一下 這個萬華點層倉記在社區的生存手機 因為我們有PPG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看 對各位好 因為時間已經很晚了 所以我就透過看照片 來跟大家比較認識一下萬華的個體部的生存的狀況 那這個照片其實在五濃樓 就是錢工餐館的職業房裡面的畫面 也是滿像個體部現在非常的小姐的 不如有什麼都 喔喔 給大家看 對 對就是個體部的房間等會也會有一些照片可以給大家分享 所以就是比較是今天是想要處理說 從2011年修法之後 因為中央就立了一個倉調揭法 那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首長會真的執行下去做一個合法的推動 那站在新工作合法式日春 長期從共產抗爭協同過來 也都是一個運動的理念 到如今三年他還是非法 那也很清楚看到說 因為有些媒體會訪問的議員 那多數是比較是會表達說 因為還沒有達到社會共識 包含柯文哲在選前的 市長給問嗎的網路上面的表態上面 也是這樣子說 那所以現在就會是比較在 我們就從一邊在2011年的修法的同時 在幾年前的論壇我們也跟各位有說明過 就是我們從2011年有在協同幾位小姐 個體部的新工作者 就是做一個朝向可以讓他們是穩定的 補充客員的客員量做一個老倉就是了 就是小姐會說老闆叫老倉就是借沒借的 但是我們的位置比較踩在一個不是老闆的位置 是協同個體部小姐們可以自立在萬華的生存上面 現在因為有一些社會結構在變化 所以就是比較是協同他們在在地 還可以持續不被踢走的一個協同工作 那現場前面我坐前面的也有一位小姐 是給我們這個合作社幫忙與合作的一個 其中一個個體部小姐也來 等會如果我們我的報告有不足 就請那個水蜜桃幫忙 下一點 這一份報導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記得 就是首先這個是2014年的6月22號的報導 那也其實就是剛好是太陽花的時候 就是也對沒有錯的話 那其實今年的媒體報導對於性產業 不是只有這一則就是包含說 如果有一些男同志的朋友應該同志 就是男同志的商溫暖也今年是有被少了幾次 那再到元宵的網路上面的取締 也是是還蠻嚴謹的一件事情 那這一份報導我為什麼會上面有一個三個 就是建商跟媒體跟名單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是說主要各位已經有看到 報紙的主題我就不重述了 他就是是講得很爽動 就是百計當街打狠的意思 然後明明警方的派出所就在附近 然後但是還是市營庫 跟同時他也是在處理網路的客員 因為就是報導裡面就會說 年輕人在soul line的時候就會看到 所以兒童的小朋友也會收到新交易的訊息 那就是抱得非常爽動 那我麻煩下一張 下一張 為什麼我剛才說是建商跟媒體跟名單 這一張照片是我拍的 然後一樣跟剛才的媒體的取景是離不到十步 你就會很清楚其實看得出來說房子已經拆掉了 這個不是只有唯一這一個空間而已 它的核建是很大片 包括是在嘗試執行市場的整核 那它的被拆掉的建築物呢 其實就跟隔壁的矮房子差不多的這種老舊的社區也正在 因為地主跟建商也有談核建 它至少不是多根 但它就是核建 然後來推動新大樓要建的時候 其實在這一個部分拆了沒有多久呢 一來是你們有看到彥曉薇的那個招牌吧 這是他就是據說那個報導是真面目是這樣 就是因為新的建商他要蓋新大樓 所以他不要附近有留因 因為他會損害他新大樓的地價 所以他就使用殷曉薇這樣子的名單來舉報 那對殷曉薇來講大家應該也所熟悉就是 如果從尤敏的治理的政治人物的檢驗來看的話 你很清楚看到他就是沒有要弱的族群在台北 在都市裡面生存 他沒有他要把那個門檻調的高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真也是比較是會認為說 就是那樣的報導就是其實它是很聳動 同時打壓道德 但他同時是其實在在地的政治也好 或是土地的巴掌而言 他就是一個沒有要讓新工作的好受 因為這報導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後來也有報導所長 其實所長的壓力也就非常大 因為就會被上級的人盯 那這樣子的處境狀況下就會往下 就是中間有看到一封一小縫嗎 這個是後來小姐就不能站在西樓 他就是往後巷站 那現在的狀況是呢 以前站在後巷就是以這個交接口為主 可是最近也是因為是檢舉 市民檢舉的通報的這種壓力 所以就其實讓他們 不用不用不用 這個等一下再說 不用不用 就是讓各體部的後客的區域 他本來是從棋樓下 可以跟居民共存的狀況下 還可以勉強站 再到說後巷的入口 那現在是等會我會再多講一點 他就更退到更後面的市場的空間 往下 我上頁 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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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今天就是主要就是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們這樣的幾年工作下來 比較是希望說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行業沒辦法非房 那合法講錯了 沒辦法合法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運作 場面在怎麼樣的狀況在運作 跟在地的政治也好社會的道德面 現在在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居民 市民的觀點而言走到哪裡 就是我覺得是比較是希望可以幾個層次可以跟各位分享 往下 這個我就跳過了 好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後巷 就是其實小姐跟流浪貓都很好 但是這一條街里長 現在當就是當里長 就是當那個三年的里長 就是也有直接過來說 你們不要站在那邊 有愛光張 那同時我也是在這個里面是 在2014年有就是選舉 比較是想要跟小姐一塊政治化這樣子 下一張政治化跟社區化 那這一個是離我們個體戶的小姐工作的大樓 很近的一條同一條街上面 其實管頭賣股肉的店 大家應該這樣講都曉得吧 就是它就是一個社會共識 因為它只要是偷偷做 只要扛幫是跟你講說不是賣贏的 基本上房間裡面就是 它是因為業者得要這樣子的飲業放 它也要負擔在地的跟在地的組織幫派合作 就是讓它的安全度增高 再加上也要跟派出所也訂起了一個紅包的系統 那往下 這一張就是剛才你們看到的按摩店的老闆 後來這幾年賺夠多錢了 所以他就租了一個我們個體戶大樓 同一棟大樓一樓空間大概十萬塊 裡面它就是善用同一條街的後巷的路 而裝潢一間就是專門泡房這樣子 聽得懂意思嗎 嗯 就是我們個體戶是做不來這個十萬塊的夫妻 對 好下一頁 那回到為什麼我們在這樣的處境下 覺得認為是合作設施想要往前的 就是比較是說面對現在從2011年修法之後 其實現在警方的績效已經不在於個體戶了 他比較轉向壓力在業者上面 但是現在我們還是會在萬華工作 萬華在一起跟小姐工作的時候 還是會看到警察的站崗還是持續 那我們後來就是比較 那站崗同時對倒楣的是個體戶 因為有羊頭店的老闆他都已經通報好了 都知道說哪個時候避開哪個時候不能站 我們小姐就是站在樓下才有等的到個人 他就是等不等 他這樣子就會變成等不到 那我們就比較進入跟所長去詢問 跟幾位倉妓就是也是擺明了 我們就是做這裡的小姐的 想要跟他請教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查了資料就很清楚沒有績效了 那所長就講說其實是特殊在萬華的 留英的這個因為他表裡一致了嘛 好OK在雨中沒有問題對 因此產生了檢舉的方式來 讓社區居民是用檢舉的方式提供 他們表達不滿的管道 就是他就說隔壁有留英 或是哪幾號訪有留英 那因為這檢舉的統計量呢 其實在萬華區裡面比遊民都多 那這個反應還有一個部分 是因為我們行業裡面 因為沒有國家資源 直接處理這個商業的管理也好 或是勞動之間的管理 所以他很多時候的 不管是個體戶跟個體戶的張力 還是是個體戶跟業者之間的張力 也都很容易是他們都扮演說 我不是居民隔壁有留英來檢舉 那所以整個在市政的統計上面就會非常突出 在這個狀況下 這個國家資源是用警察來取締 就是所長就講得很清楚說 只要因為基本上這個法庭是非法的 所以如果我只要有進 不管是1999也好市長的通報也好 就是都收到我就得要到場執行 執行的方式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取締 另一種就是站稿 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現在正在制衡著 那下一行 下一頁 所以我們比較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沒有辦法合作很多 就是現在就是主要就是 是不會是比較是在公共的意識上面 願意往前跟我們就是朝向合法的 社會教育帶動也好 或是李寧的社區經營 那這個也是是小姐跟小姐之間怎麼樣交付 就是那個妹妹嘎嘎那個技術 下一頁 這個比較是快速給各位看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網路的 其中一個媒介的方式就是網路方式 那網路方式是主要是跟年輕人合作 有人願意做義工 那當然他不可能只是負擔這個工作而已 還有更多不一樣的辦法工作的狀況下 一起來血統老一點的 你資深一點的小姐其實用網路就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比較幫上忙 就是比較在聊天室也好或是在對的網路論堂上面 撲廣告 讓他們可以有穩定的固定的收入可以進來這樣子 那目前都還有達到這樣的效果 就是固定就是可以是替補到本來他小姐 他的體能上是五個可以接 但是他可能現在的生意的話 只能接兩個 那我們至少可以替補到兩個到三個 就可以達到他固定可以收入他的經濟需求這樣子 下一頁 這也看一看就好 就是是照片 往下 這一張就是也是我們也在嘗試 就是因為熟女的女生畢竟就是會比較 怎麼講 主流的性的標準還是是年輕或者是瘦為主 那我們因為小姐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較肉的 我們也在想說要怎麼樣 又如實的讓對方知道是熟女跟 如實的來展現我們的優點吧 對好啊 對往下 這個也就是我們工作人員配語在交妹妹 讓他們知道說我們這年輕人怎麼用那個網路來交交 勾客啊這樣子 好往下 這個就是換小姐要跟義工們 假如說小性產業是什麼樣的行業 那我們要遇到那個勾客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可以怎麼辦 除此之外 因為我們朝向要社區化是必須要的 不然的話接下來的那個大樓的開發很快的 是讓留音的工作機會是沒有的狀況下 那我們就當然就會需要社區經營的團隊 所以年輕人也一塊跟我們就是也是布朗布 我們也是一塊來幫忙把小姐怎麼樣可以讓離 因為檢舉也會我們後來有差不多了就是最後一個補充一下 就是後來我們就有固定要去找所長去問一下說他系的檢舉的資料是怎麼樣 到底怎麼報的 那真的是蠻有趣的 這是我剛才介紹的就是有行內的也有社區的 所以目前有跟我們合作的小姐也都算是有意願 那往前去經營社區的公益跟政治化的時候 就是比較是可以有機會跟讓其他民眾也知道我們有這樣的廣道 就大概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往下看一下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媒介的部分之外 我們其中一個是還有身性障礙的 因為這個就不多說因為很多人應該都想得 我們在這個議題上面有所推進也是簡單來講就是身性障礙的媒介 這些當然就相對網路再更複雜不容易一點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我碰10個 大概立即會每一屆就是1到2個 因為其他就是會需要跟他進入性教育是怎麼樣的資源 跟他自己的身體又怎麼看 會需要也就往下 差不多 好 因為這些時間給大家說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完全讓那個以良子把整個工作介紹 那我們現在直接先到您最後一位 把您那一段講我們就有兩個回憶 然後我真的很希望還有些對話空間 好 麻煩 大陸回來了 2014年中國大陸的性運動相關事件不少 通通在每年年終時候一些性與性別活躍人士都有一個 年度十大性與性別事件評點 那2014其實已經是他們第七屆了 2014的十大事件裡面 有些事件和台灣呢 2014發展類似的 有些近幾年發展類似的 例如像這個同性戀的矫正治療 也就是俗稱掰直的機構 就是把想把同性戀矫正成異性戀機構 那被一個同性戀者小鎮控告 而且呢 第一審獲勝 在法院獲勝 另外呢還有像這個粉紅經濟的崛起 也就是大陸的同性戀者的這個消費呢 開始變成一個崛起的態勢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 廈門大學師生性騷擾事件 那這個女權團體呢 發起反性侵 而大陸的性權人士呢 就發表了連署聲明 認為單純的反性侵 將導致反性 而主張的全面的性教育 當然這個兩岸三地裡面 講的這個反性呢 它只是一個比較方便 支撐的標籤 它內涵還複雜 還是需要以輕 不過我們就姑且一用 那還有些事件呢 2013月事件 是和大陸當時的社會 和政治脈絡是有關的 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性權人士 大陸性權人士 遭到公開的攻擊 之中最轟動的恐怕 就是11月的這個 廣州新文化節 性學家這個彭曉輝 演講的時候 被宣稱愛國的這個 反性大媽當場破憤 那反性大媽的時候 她是被警方拘留五天 居然處罰 那12月的時候呢 反性人士還在西安公審 金散 李銀河 崩曉輝 方剛這些人 並且向他們的照片破憤 後來呢 也還在互聯網批判李銀河 搞同性面 那李銀河就反擊 又公開了她跟 他的跨性結伴侶的關係 總之啊 這是民間激進保守人士的 強烈反應 那但是從人民網這些媒體 受評論來看呢 主流或官方 並不認可 反性大媽這些 過分的行徑 反對暴力反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從晚禁五妹良 這個連續劇集的 漏胸鏡頭被刪除來看 大陸民間有部分群眾的 反性情感是很強烈的 而官方呢 比較順從對部分的民意 台灣1990年代的時候 也有民間自發 對這個性權人士 像可真人這一類的 表達過憤怒批判 即色情黑寒 打投入電話給這個工作單位等等 這種屬於文工的部分 但是呢還比較不到像波奔 這樣那種武嚇的這種程度 那在這顯示呢 大陸反性的情緒被四周的 近年來四周的社會環境和文化信息 刺激到一個頗為激烈的程度 那這樣的過激情緒 當然也可能僅止於是少數邊緣人 然而我們不得不密切注意 因為我認為大陸當前的反性風潮呢 還有兩個宏觀的因素 第一個宏觀因素呢 就是說在整個貪腐結構裡面 女色就是所謂的情婦小三嫖娼 這樣的東西 往往成為貪腐的誘因 暴腸或者是媒介的一個成分 在這個錢權色掛鉤的情況下 連通奸也成為反腐的罪名 這使得性很容易被仇恨 貪腐的民眾當作仇恨的罪象 另外一個因素呢 是宏觀因素呢 是大陸的官方跟民間 現在走向文明復興 而對文明復興的一種庸俗的解釋 就是要糾正社會風氣 除了掃黃禁奢就是禁奢侈以外 有些人從傳統文化角度 來反對性權的倡議 認為同性戀與性氾濫 是西方金賽這類思想輸入的結果 就像他們的反性勢力集結的反色型網 就以捍衛中華傳統文化為號召 此外還有女學熱 像東莞這些地方的國學館 根本創立放伴女德般 提倡中國婦女傳統美德 對於大陸上述這個 宏觀結構下的反性現象 我們應該要如何思考與面對呢 這裡有提出兩個方向來說 第一個就是台灣的幸運 以及它的話語一直持續地 對大陸性少數社群有很大的影響 對我們知道的 他們的用語 他們的很多想法都是受我們台灣影響的 甚至可以說這個 在文化方面 台灣的演藝界 演藝工業跟我們幸運的話語 大概是台灣出口大陸的 兩個很重要的文化項目 不過呢 大陸新少數群它也開始自身的本土性 只是因為台灣的幸運起步比較早 而且大陸發展的本土幸運的環境受限 或者是說他們的條件跟我們不同 因此給了台灣幸運及其話語 住口大陸的優勢 所以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同志陸生 也喜歡來台灣就讀 來我們台灣讀學校 由於同性戀與新工作這些議題 在大陸的學術環境屬於禁忌 目前只有人民大學性社會研究所一個據點 因此大陸這方面的學術 雖然也有一些成就 但是比起其他學科可謂進展緩慢 即使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 他不考慮他自己本身出貴的風險 他想要寫同性戀的碩士論文 他也沒有碩士生導師願意指導 所以在兩外性政治的學術發展裡面 碳士就給予了台灣性政治學者 一個利基點或是短期優勢 就是我們到大陸獎學會受到重視 此外西方對於中國性議題高度關注 而且想要有很大的需求想要研究 但是只能養上少數在華研究的外國學者 或是香港學者 據我所知台灣性研究學者 可能也只有林淳澤做過一些具體的研究 這個領域在全球學術市場上 有了很大的發展和發表空間 因為全世界的人都想知道 中國大陸的性質怎麼一回事 但是目前就缺乏了研究人員 那此外未來大陸性政治學術一旦廣播發展 當然它也會刺激台灣的這個成長跟開展 第二點在大陸的反性話語裡面 很多大陸人都指讀中華傳統文化 其實並不反性的 這他們也知道 而是受到基督教及西方文明的影響 才出現了一夫一妻跟同性戀這樣的現象 因為我們中國以前是沒有同性戀 這樣的一種觀念和身分認同的 眾所周知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前期 他經常指控伊斯蘭與中國的東方文明是色情淋亂的 這個從18世紀、19世紀、二世紀初都是這樣子 認為東方是比較色情、比較淋亂的 比較性比較亂的、性開放的 那所以當時來華的傳教士就說 在他們報道裡就說 中國病例都是同性相姦、同性戀 那相反他們說 西方文明所宣揚的禁慾主義 是代表道德高尚文明 而且同時是資本主義的動力 所以西方能夠發達、能夠強盛的是因為禁慾主義 但是從1960年代開始 西方逐漸慢慢地改變了文明性道德方向 東方反而變成了性保守的傳統 象徵落後不文明 尤其在最近這些年來 西方更加標榜說他們朝向性開放的社會 而且成為文明開化的進步象徵 當然其實這些東西大家在兩萬三地的知識界 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像1997年的時候 江港周華山出版後居民同志的時候 他大概都說了這些 那時候也不知他一個人說 但是這一個方面 更有系統和精確的學術研究的人缺乏 例如從晚年開始盛行的藍色如何到明初 逐漸消亡而被同性戀取代 這個我們現在沒有什麼太多研究 清末明初的女性平等運動逐漸 而且成功的先行條件是什麼 為什麼當時運動也有反性的傾向 這個我們也幾乎都沒有什麼研究 至於從古代到現代的這個性與性別 還有很多呢 性與所關切的研究都沒有開戰 長遠來看 全球形成多個區域中心的多邊主義 多樣現代是個趨勢 各個區域呢 也相應的各有文明復興的努力 眼前的文明衝突呢 就是一個陣後 由此看來文明復興 將是中國的大方向 但如果文明復興被庸俗的扭曲為 中華傳統文化與性的對立這樣的方向 或者性運只是代表西方文明的侵略之名 這些都是相當不利的發展方向 也無法化解民間過激的反性力量 長遠來說 當然也會對台灣的性政治發展不利 台灣與大陸香港的性運思想與性學術 如何參與到文明復興裡面 扭轉方向將是未來重要的課題 謝謝 我們拉了一個很大的場子 然後大家都各自的位置有談一下 對於整個性權的 所以我就先針對提到跟我相關的男人先做回應 第一個當然是浩宗 這個有點為難 我總共到流視出版的時候 他是文明人 還有幫我打輸 但是我還是不太同意他現在這樣的幾個說法 我們是搞共運的 階級運動 剛才卡爾波再講的是 針對的是一個比如說15年或20年前的一個道德保守 或一個架構來做回應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階級運動 我會更早 我覺得就是我們用的是100年或200年前的道德觀在左界運動 我不是這個狀況 我覺得從這個立場我還是要來說一下 第一個我覺得浩宗沒有真正進入所謂全觀狀態的同理 假設他進入那個全觀狀態的同理性的話 他就不會用克制兩制 也不會用同情兩制 那我就說在全觀遇到 到現在我們收費員遇到的幾個狀況 就是說 全觀當時 我用全觀講究 就是說 我們遇到貪水 第二個主委下台 第一個主委下台是王露宣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我們抗爭 就是 會有針對一個目標 才能累積某種政治壓力 那原來是王露宣 他從來不回應我們 所以我們好不容易累積到一個就是說 國家從來不回應我們 這個政治壓力 但是王露宣 突然因為紀元宗之下台 而且是以一個英雄的姿態下台 就是 他為了 跟馬英德對抗 就是說 馬英德說 最後中間到不 因為是人家給他死了 所以他換得出來 所以王露宣 是用一個英雄姿態下台 但是對我們說來 他是一個打壓的 我們所有累積的政治壓力 在王露宣 做一個英雄之下台 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從頭來過 從頭來過 從頭來過是誰 上來的誰呢 就是潘斯文 所以我們從頭要再打起 就是說 潘水 潘水 一上台跟王露宣 切割 說這個案子他沒負責 事實上外面都是他負責 但是他很清楚 在整個公共領域上 直接做了切割 所以我們跟潘水 從頭來過 從頭來過 而且潘水 開始直接見我們 然後他就說 我跟王露宣 不一樣 然後就是 我們就必須從頭來過 然後打到他 最後 然後大約經過一年多 才重新 重塑了那個政治壓力 重塑了那個政治壓力 就是說 潘水是一個 不回應工人訴求的 一個主委 但是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一直打來打 然後王老實把訴訟等等 一年多以後 當那個政治壓力 終於累積到 我們快要突破的時候 他因為小傷害下台 但是那個案 我們最後當然是贏了 但是他下台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贏 下台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極大的風險 就是說 潘水那個複雜的方法 就說 很可能會繼續到 一個更永恆的戰爭裡面去 但是他就突然下台了 所以我們就要面對 王主權的結構性的狀況一樣 就是我們要重新累積 所有的政治壓力 因為你不知道 新上台是什麼 那我們聽到王主權 下台 以及聽到潘水下台 特別是潘水下台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情緒是複雜的 絕對不是像 王浩宗現在說的是 什麼幸災樂禍等等 所以那是一個極度矛盾的說 他下台了 但是我們所有人要首先來過 而且 現在所有人都說 是因為小才下台 沒有人會再記得 那是因為我們工人 對老公政治的不擋 或對管理老公的不回應下台 你怎麼 你在那個 好 等下再來講說 整個討論的焦點 動力在哪裡的時候 你要重新把階級 給取代並對世界的討論 起碼是不可能的 就是他那個下台點 又被定在 是一個小才的問題 就是一個階級問題的 勞工政治的問題下來 我們絕大多數的幹部 我們沒有經濟討論到 像奧中說我們是一個集體的 好像是一個身體面貌 是現在的我絕對絕對不是 你跟狀態非常不一樣 但是總體有一個共同狀態就是說 幹怎麼會這樣 沒有人開始信他就說 因為所有東西都從來過 到最後就變成說 那人怎樣總算他還是下來了 你只好裝成很爽的樣子 你還是要有的樣子去回憶 比如說陳秀蓮就是這個狀態 所以被你們拿來當作罪狀儲落的 我認為他是這個狀態 但是第一時間我們知道新聞的時候 我們討論的是基本上是狀態的狀態 就是幹怎麼會這樣 就是我們這個問題再也不會被討論 那我覺得假如你有同理這點 這個結構顯得化 你當然就不會說你在克制身亡 而我們也不是現在熱國 然後陳樹香那篇謾罵的趣死 是因為宏林不斷地在我臉書上 開始討論這個事情 他在事後就會說 為什麼是這種討論吧 他生氣起來 他寫了那個趣死那個東西 所以我也不覺得他是一開始的 所謂 主體間互相不體諒不克制的脈絡 他是一個在克制後 再也受不了他 他憤怒起來了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 最後為什麼罵氣死了 前面六項 為什麼我們對於宏林不斷地下 還是 也還可以有性戰爭部的正當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這個脈絡下 我覺得假如進入這個同理的話 就不會這樣子說 第二個我覺得說 我認為浩宗在塑造一個階級優於性別 或者性弱勢的討論的這個運動的街區 我也覺得我也不同意 我真的不同意 我就說 假如以我們全官抗爭兩年的整個運動中 最大的一場座談會 就是所有的台大法律 我們終於把台大法律的整整整 就是動員出來的看那場座談會 大概得不到我們現場的三分之一的人 我就說那個社會的動力 是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樣的空間 什麼街區 我覺得是很複雜的 沒有一個是自然說 階級運動的優於性格運動 是特別在現在這個歷史階段 這種定位我覺得對我們都是很不公平 也許就你們作為我們全官的聲援者 在我們運動裡面 你們都覺得好 你們是在聲援而已 那就只是在那個運動的空間裡面而已 但你現在定位說 這個運動本身 我們是有比較大的優惠性 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運動 我覺得就是 講到 剛才彭林講的太陽花 我覺得就有趣的就是說 太陽花為什麼最後很多 對於太陽花主廠不滿的出口 會在大廠花上面 幾乎不太有人會討論到是 建民或者是 人民民主的小廠也是一個出口 動力也不會到那邊去 就是因為它的左階級 本身的在整個社會上的動力 其實沒那麼大 但是你有一個比較接近驅逆的 那個動力的大廠花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有人開始脫衣服 有人開始幹 有人開始動一些 開始比較身體解放的行為 動作跟自演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區域 我覺得那個本身討論就很特別的 我們覺得階級問題 從我們搞運動角度 常常常說要借視造勢 但是我認為 如果搞一個性遠議題要借視造勢 那太多了 遠多於我們階級 我們階級議題都是靠蠻力打出來的 靠身體衝撞蠻力打出來的 都不太是有人在媒體上主流一個號 你就說蘋果日報 極少去揭發有關階級的議題的八卦 或者是很極少 但性別它性別比大 就一個見識造勢的角度 性有太大的空間 而階級的空間並不是那麼大 我覺得不是這樣說 我覺得它不能這樣子擺個接續 然後把我們定性殘疑又比較高位 那我覺得反而 現在我覺得在性多元這個角度 他們有極大的正當性 我覺得現在你們這樣變得有點好像在 做某種言論檢查的方式在檢查 我覺得我們是非常的不舒服 包括你們現在就是把我們半年以後 拿出的生命出來檢查 說他們果然集體知道懺悔了 他們對胎室的定性不一樣 這當然不是這樣 我覺得對胎室的定性 在當時胎室的下台的時候 我們早就有各種有發過聲明 就已經是跟現在半年後已經一樣 那這議題已經半年沒有人再講 那就重新再被檢查一下 我覺得那個性多元的某種警察 剛剛大家前面都提到 表示在以國家制度為代表的警察性 可是我覺得現在變成是 在我們圈內要被檢查誰是正當的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再過來我再說 那可不可以是公益階級的大佬 左派大佬它可以不是性別多元 我覺得當然可以 這才叫多元結盟啊 誰說他一定要的 一個色域可能有100個主體 所以光性偏好的主體卡落在旁邊 它可不可以居50個 它怎麼可能一個人同時有這麼多主體 對 就像我現在都會挑戰說 那你變性你幹嘛不去練屍體 你為什麼沒練屍體 你沒有同時練屍體 你就是不正當的 或者是弱武的 當然不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運動本來就是 它就是不同主體吧 主體每個主體都應該是多元啊 它本來就可以在自己的主體上面 去進行其他結合方式的 按照老卡 20年前的語言 就是每次的談判跟一家 合作狀況是怎樣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把那個主體 單一主體無限上 當作其他那個主體要跟我一樣 要練動就是同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 在運動中這不是一個合作的方式 它就是一個 本來就是多元主體 多元主體要互相挑戰 那多元主體可能有 有在不同的大陸下發生很多 情境式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那我再來說 我再來說 王阿東說的劈腿跟下台連結 他一定不贊成 我還是要辦公園挑戰他 那這個是一個普遍的爭議嗎 你要再說是這個普遍的爭議嗎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各個個案的脈絡 所以為什麼我贊成序外要講細節 每個個案缺 我覺得每個個案細節要去討論 它到底有沒有正常性 那我覺得劈腿跟下台一定是 保證不該連結 你剛剛我就說 這種 這種 把劈腿跟下台 不應該連結 當作是一個 普遍性的爭議 在質疑我們 我覺得我就非常不能接受 我覺得就 潘思偉這件事情 劈腿下台 我認為可以連結 可以取調他 那不能說劈腿 這件事情就變成是 在道德上是無可挑戰的 應該去支持 這種 這種普遍真理 這種偏天下絕對是對的 這種性的價值觀 我也覺得不能接受 那他本來就在每個個案中去挑戰他 我們覺得潘思偉這種偽善的 他的劈腿為什麼不能被挑戰 我覺得 其實在熱火 某種程度 他有他的正常性 他不能被universalize 那我覺得現在 就變成 用這個標準來檢查 我覺得當然是不可以被 我覺得 不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我覺得 這樣講 我還是要說 各種各樣的新公園的挑戰 到最後 到底要不要有某種 重建的道德標準 我還是覺得是要的 我在這邊我就冒著 可能被攻擊的風險 我說當然是要的 每一個關係中 例如說 性跟喝水一樣 就是性不會跟喝水一樣 它是一個人際及社會關係 它當然是 所有的東西 都是包括 號召中的倫理兩個字 我還是覺得 是要一個新的倫理重建 它不可能抽風在所有事情上 變成一個毫無標準的 一定要被站直的東西 它也要被放到各樣的細節中被檢驗 我覺得 我們嘲笑潘思維 因為 小川這件事情下台 是今天起檢驗 時間是有講話 不過你回應都好爽 來我們請 這位請何春瑞 好 今天晚上你們聽了很多 我們做回應 是不可能全部都回應到的 我只挑兩個 我覺得在2014年當中 越來越明顯影響社運發展的一些 分眾分化的趨勢 我想挑出來講 當然會直接間接地回應到 其他朋友的發言 我認為2014年比較明顯化有兩個趨勢 其中第一個趨勢就是我所謂的人權 突嬰的高抗展翅 在過去遇到非主流的議題 或者非主流的主體 特別是污名主體的時候 政客們總是唯恐避之不及 揚莫以待 但是現在 某些性少數和性別少數的議題 例如同志婚姻立法 和跨性免免手術患症 卻突然受到了特定政客的侵賴 點名的話就是 陳家俊、市民德、金、小、豬 而讓火車趴事件判刑 或者愛滋感染者的權益 卻仍然乏人問心 甚至被嗤之以鼻 這其中的差別待遇 要如何理解呢 政客們這種猛暴行的正義姿態 又反映了怎麼樣的社會變化呢 我覺得正在我們社會 會開始以開明進步形象 當作政治籌碼和競爭業績 脫不了關係 這個以政治形象為主的操作需求 使得污名不再是必然被迴避的東西 議題和主體 可以更細緻的做出區分 只要積極的表現 擁抱主流價值 例如承諾忠誠的婚姻 或者誠心回歸社會的規範 例如接受固定的性別二分定位 政客們也樂得插隊 順便收割社運成果 不過突嬰畢竟是突嬰 他們只活在空泛的人權高空裡 對於代言主體的生活 實情和細節一無所知 因此他們只會高調地講講 兩人相愛結婚的權利 或者很粗暴地把主體的積極身體改造 曲解成為活摘器官 或者破壞滅尿系統的酷刑 可奔的是一些久久可望 被全力關注的主體 在欣喜終於可能出頭之旅 也選擇掠過社群內部的差異 甚至攻擊不同意見的主體 也反而助長了 突嬰政客們掠奪議題 分化社群的機會 我想講的第二個趨勢 就是知識和論述民主化 在社運圈裡所強化的分眾分化效益 像臉書這種社交媒體 被稱緊要溝通管 對話管道以來 政客都驚訝於網軍或者粉絲的集結力 很多人也討論社交媒體 對個人關係的衝擊 突然截然的三處朋友 似乎可以簡化原來複雜難解的人際關係 然而短線進出的溝通模式 也使得社群和組織內的差異 更為尖銳而直接 社運圈裡一向不乏各種差異和衝突 畢竟社會還有很多 非常根本的權利和利益軸線 不斷的折射群眾的歷史和慾望 而團結本來就是一個 需要磨合和共識 才能形成的堅實基礎 然而在社交媒體的年代 知識 資訊 論述 話語 民主化和快速擴散 使得文字成為唯一溝通管道 而充滿競爭性的觀點 不斷生產出來 社交媒體在時間上的壓縮 更使得立場表態 高過了整個思維和反復斟酌 無法區分的公與私的情慾表達 情緒表達 覺得不需要想太多 隨便寫隨便說 不必檢視 不必照對 不必核實 隨便按讚 書的正面點 這提供了管道 讓差異觀點浮現 但是同時 它也使得短視淺言 成為大宗 而且必須以新鮮觀點 爭取群眾反應的環境裡 話語也傾向於刺激 勾動人們的不恨 怨憤 反而強化了組織的對立 以短短的文句 即使表達意見和情緒 使得面對面的對話 和反覆的確認理解 成為多餘 不管是人權 突嬰所鼓勵的分眾分化 或是知識和論述民主化 所激發的分眾分化 差異 已然因此成為 社運 幸運 不斷需要處理 或面對 或超越 或放下的東西 今天晚上 老中心三代人性權人士 願意花功夫 花時間 誠懇而深入的整理 呈現他們的思考 來和大家分享 大家也忍得肚子餓 忍得尿急 坐在這裡 從頭聽到尾 我希望我們在此 拉開的空間 是不要太短線的 是能夠更深入的思考的 我們中央大學承諾的是 我們今年一定會創造更多的空間和時間 讓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談 而不是今天這樣子 每個人只能講十分鐘 沒有你們回應的時間 沒有看表 有可能是會被管理人員趕出去 但是我們需要有很多的時間 我們需要很細緻的談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工作 我們會有力去創造這個空間和時間 請大家也注意我們的宣告 另外今天晚上至少所有的發言稿 我們答應下個禮拜一律上網 我們的錄音錄影一律上網 助理抱歉 快點快點動作 這方面的話 也希望我們留下的一點動力 就讓大家能夠更仔細的去思考事情 更仔細的去分析你只在說些什麼話 清聽自己自己在講些什麼話 我們還會有機會討論 這不是今天晚上就可以結束的事情 性權論壇本來就是要打開討論言論溝通的空間 謝謝 因為我們覺得有點難得創造這個機會 但是確實我們也自己擠壓很多空間 我們又很好笑 我們有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要聽台下什麼問題來回應 然後台下還有我們彼此想要再回應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台上不用了 台下 台上不用了 台下沒講一句話嗎 一句話就好 等一下 台下 台下講話可不可以一個人就一分鐘 然後我們可能 一分還少再做 又這樣 二十秒再做 我覺得很難 請你們控制一下 好嗎 我覺得是要讓我們自己舒服 我覺得我告訴我自己我是Psychic 但是我跟我你們之間就是因為沒辦法得到滿足 但是我的愛是要包容它的很舒服 但是因為傳統家人的觀念 那我的信在看某某片的時候得到欲望跟爽快 但是唯一是我的信嗎 我是18年來的索身如玉 為了女朋友 以前的女朋友 這一段感情 而且我2月14號叫Best Day 我希望有一個美滿的Ending 謝謝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Presentation作為作業 是關於信 信在2014年有那個 我們有很多的同事有什麼動 那我們也有很多同事有什麼動 但是我不覺得那會改變 那會改變大家 那就是大家根本的問題 就是大家會信的看法 那很多信 很多大家都提到信物名化 還有那個信的變化 那我提出一個Biological 醫學的根據 去來支持我的論點 其中一點 我探討很多性的氣質 有些性取向還有性認同 那生物上我們發現那個 我們Y染色子上面 XRY基因 決定有男性跟女性 男性性跟女性性跟女性性的很多 但是這個XRY基因 不總是好好的 function 所以於是乎 我們會出現 帶著XY基因的女性 她的心器官沒有發現 所以她勝率率多少 大概每一萬胎 一萬多胎也會有胎 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這個數據有沒有辦法提供 跨性別的朋友 其實我們跨性別 如果以生物學的角度 我們跨性別的朋友 其實很多 七十幾億的人口裡面 一萬胎就有一胎式的跨性別 然後那個 你Biological 沒有辦法 XY Ether 就是你看你的性器官 還有看你的基因 沒有辦法決定你是男性 所以我想 能不能透過這種方法 來提供一個個人口感的 性別的 性別的 生理性的觀念 好 謝謝台上的觀眾 現在台上有人想不想到 台上還有沒有 還聽有人問一下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有 這邊 這邊 麻煩一分鐘 那個 剛才我看到了一些問題 那提出來 那 可能是 因為其實像這些 比較弱勢的這些族群 可能有些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在做科技的 我們發覺上 就算在交的時候 好像都很沒有系統 所以你沒有看到那種 我們怕說廣告的效益會跑出來 像我舉個例子 像我朋友他們在炒那個話題的時候 他們可以四個月就是 點閱率破千萬 那炒FBA的時候 也可以在一段的時間之內 就可以炒到 這個 下載的量 破千萬次 所以其實如果說 那個的話 像我們這種 如果願意花一點時間 去做規劃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說 先把這個規劃給做出來 然後可以幫這些弱勢族群 做一個長遠的 的服務 那對啊 我覺得這個 相信會有很多人是願意的 好 謝謝 我們現在台上有的人 一定要講話的 浩中很想講 洪麗也想講 一個人三十秒 我先講三十秒 一個人三十秒 再來兩句話 我們要幾分鐘 我真的想講兩句話 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我們比較廣闊的 奉勢之下 應該是在場 所有的講者 都在做階級相關的運動 才對啦 什麼時候叫做是 只有五YY是階級 而其他人是 悲觀階級運動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 以後可能也可以激發出 寫文章的靈感 今天就只回應這一點 還有就是說 陳書長怎麼罵我都隨便了 請罵 言論自由 沒有想弄成這樣啊 我是還好 我真想說 剛剛何老師說 網路上討論都短線 我們抄不短線的 那個是 你看都六個月了嗎 我用一說六個月 六個月後我們還來 抄冷飯 所以都有短線 這個 等級很久都還可以再拿回來討論 我離奇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說 我用一講那個邊緣弱勢 其實我都是用你們二十年前講的東西 就是 當然跟機會多往無關嘛 就是 所謂邊緣跟弱勢差異是道德正當性 比如說一個工人 工人當然弱勢 政治上弱勢 沒有實力 但是他有道德正當性 他的道德正當性 隨時可以透過 透過他的道德槓桿出政治的實力 是有可能的 但是所謂邊緣是什麼 邊緣就是你在道德上 集結得非常羞恥汙明 你站出來 不會有人聲援你 大家會吐你口水等等的 劈腿小三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 用了也是你們以前在講的 邊緣弱勢的區分 那如果說誰機會多 比如說 那從二十年前 媒體大概也會 挖你小同性戀窗吧 那如果這樣講 同性戀在二十年前 就不是弱勢的 大概不太能這樣講 那最後離奇有兩個點 一個是說 吳永毅回到全關的抗爭脈絡 來理解自己的情緒 這件事情是 我一開始就講說 我覺得在這個脈絡裡面 我完全可以理解的啊 就是在全關的脈絡裡面 全關會有這樣的回應 是合理的 但是在這個裡面 就是剛剛吳永毅在講說 把王無權下台 到後來看事委上台 其實會發現 跟性權的分析是無關的嘛 必須承認他跟性是無關的 就是全關的抗爭 對於潘世偉的下台 並沒有一個性的理論化 或者對於性的分析 而純粹是官場工人 自己的抗爭脈絡 所決定了他們的表態 或決定了他們的反應 那我不是要求全關要做這件事情 而是說 在結婚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一群性權的人 同時也聲援了全關 同時過去也抗爭了潘世偉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 大家的主要思緒 有排列不同的組合的時候 那怎麼樣能夠有 你說的那個 新建立起一個 新的結盟倫理出來 好 這個是我的問題 所以 吳永毅在講說 當然接受各方挑戰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種挑戰 可是用接受挑戰來回應挑戰 其實並沒有真的回應 因為你就說我接受挑戰 然後當挑戰來的時候 你就說抱歉我不接受 就是我不能夠那個 我覺得我今天一起考驗 可是經得起考驗 不可以用這幾個字來不斷地重複 就是我是經得起考驗 可是怎麼經得起法 得看來得再細緻地談下去 最後一個地方就是說 我認為我們在講說 不能把劈腿跟下台做連結的這個話語 並不是一個所謂抽象的普世話語 因為事實上 我們在聲援非常多具體的劈腿的人 比如說彎彎 比如說阿基斯 比如說具體的這些各個性權的個案 其實是我們實際上在倡議在聲援的 所以當我們在講說 潘世偉他的下台有他的普遍性的時候 這個也不是一個虛無飄飄飄在空中的普遍性 而是他是落回到我們具體的聲援個案 可以結合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推動的性命的發展的議程 遇到潘世偉的這個事情 我們認為有哪些相關 然後哪些話是不能被講的 哪些話應該被講的 所以這個就是秋冠與秋冠的運動 性權可能有性權推動的運動 那我覺得還是回到剛剛前一點講的比較重要 就是說怎麼樣建立了一個新的結盟的這種倫理吧 可能就回到這樣子 好,我們最後可不可以讓維珍再補充一分鐘 我想回... 那回應問題還是可以多拿別的事 就是我今天... 沒有,就是那個... 就是去年過世的費人士 我覺得一直很焦濁 就是... 因為費人士等等 他其實是呈現一種 就是... 趙燕林講的校園與同心的那種 那種清新主義 跟50年代的異國受到迫害 對,那... 那我看到費人士過世的時候 然後那種... 把費人士讀成那種校園與同心的清新主義 那種... 那種... 東西又出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 對... 然後... 回應那個就是... 主張... 主張... 就是... 生理... 就是... 用那個... 生理基因的理論 可以... 可以... 可以讓跨性別更加的宏觀這樣子 對... 那首先... 那我要明清三個誤解 第一個是說 其實我這兩... 這兩年來其實我一直... 一直很討厭遇到的事情 就是說 就是為什麼社會一直會有那種... 跨性別很可... 特別可憐的那種錯覺 對... 當然... 十年前... 二十年年可能是這樣 但是... 但是其實現在跨性別社群裡面 其實很多... 博士生、研究生、 工程師 甚至有很多... 學生物的... 學法律的... 學醫療的... 各式各的朋友都有 所以... 所以... 就算是要用生物學來... 拯救跨性別 其實跨性別自己的... 生物學... 研究者是能夠自己做到的 對... 然後... 對... 那就... 嗯... 先問到這裡吧 好... 你看我們一切都在草率之中 趕快結束 好... 其實在網路上的文字 最後讓我講大概二十秒而已 我只是要做個小小的... 幫費雷斯講幾句話 因為剛剛太匆匆沒有講完 因為陳文貞有提到 網路上在費雷斯死之後 我先描述她的話語 其實就很像之前拿來別戶電影出來的時候 也很多... 陣營想要把她歸納到自己的那個範疇裡 但是我覺得費雷斯在她的那個辦 為她寫的副文裡面 其實這也講得還蠻清楚 或是我們過去跟她的介紹 她其實作為一個跨性別的運動者 她自己認為自己是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身分 她是一個反種族主義的白人 她是一個工人階級 她是一個跨性別 她甚至是一個革命的共產主義者 然後她最後一句話 然後也是弗命儀在她的 就是幫她寫的算是副文的文章裡面也說 她說她希望以一個革命的共產主義者的身分被記得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身分 我們都在這個運動裡 今天我們有一些可能是批判 有一些是召喚 有一些希望對話 但是我還是蠻期待我們在性權論壇裡面 大家聽到這麼多的論述 你們也帶著你們自己的想像來到現場 沒有機會跟我們對話 就期待中央繼續創造更多的空間 但是我們期待的是那個對話 我們真的是把自己平常的實踐拿出來 其實我同意吳永烈的一點是 我們來談一些細節 我們來談我們真的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不會是空洞的話語 因為我們真的在運動中有在實踐 可是我們在實踐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能會有盲點 因為個人不同的經驗 個人不同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當我們在革命夥伴之間對話的時候 我們期待的確實是一個運動的結盟 那希望大家能夠繼續與我們在運動中結盟 今天謝謝各位抱歉場地的關係 期待下一次再介紹 期待我們網路的關切 謝謝 謝謝今天所有的參與者 特別謝謝兩位洪英人 謝謝吳永烈 謝謝同村人 謝謝大家 謝謝